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是宋飞翔 银串流平台的崛起 可以说是改变了人们收拾的习惯 现在你不用时间一到 就守在电视机前面 现在是你随时想看 你就能够看 而且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你甚至可以一口气 追完一整季 我们看到最近相当火红的 华丹初上 可以说是把这种特性 操作得淋漓尽致 全部二十四集 它们分成了三季播出 不但每一季的结尾 都留下了伏笔 甚至是在每一集的片尾 都安排了一个钩子 就是要把观众紧紧地勾住 让你不知不觉 就继续地往下看 不知不觉 你就追完了一整季 这种操作手法 不但成功地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而且还炒热了话题 现在大家都在问 都在猜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呢 因为这每个嫌疑人 看起来都有杀人动机 不过据说华丹初上 刚开始的发响 他们只是想要拍一部 有关于在日式酒店以后上班 几个女孩相互扶持的姐妹情深 而当时呢 也的确担心 因为牵涉到酒店的题材 会不会因为负面的刻板影响 所以不被市场接受呢 所以投资方一开始并不看好 往后来经过一再地讨论 编剧决定要放进 这一起凶杀命案 带出酒店小姐之间的爱恨情仇 据说光是谁是凶手 至少就改了十个版本 而每个环节呢 都以电影的高规格来制作 都经过非常缜密的编排 而这也是为什么 最后打动了Netflix 他们愿意花费新台币三亿元 买下了华丹初上的全球播映权 而这个数字也创下了 台剧版权的最高销售纪录 那么很多人在看了这部戏之后 对于八零年代的台北市的 林森北路也产生了好奇 不过事实上我们要告诉你 所谓的调通文化的调通呢 在日文里头指的就是 巷子的意思 它的范围呢 大概就是现在的中山北路以东 那么到新生高架桥 市民大道以北 一直到了南京东路这个范围 在日治时期呢 这里是日本的达官贵人 他们的高级住宅区 整整齐齐的棋盘式的规划 被叫做是大准兵 那么后来等到了美军住台的期间 这些原本日本人 他们住的高级宿舍 就被改建成了美军的酒吧 美军的俱乐部了 那么之后等到美军撤台 进入到了台湾经济起飞 那个关键年代 日本人他们就回来了 他们回来做生意 派来台湾的住台干部呢 喜欢在下班之后喝个两杯 所以美军的酒吧 俱乐部就又被改成了日式酒店 在全盛时期呢 就在这个街货里头 一共开了六百多家的日式酒店 首先今晚的节目 我们就先带您回到了八零年代 看看台北市的夜生活 华灯出上了林森北路 夜晚开始美丽了 这里是五条 然后第一家新地点 就是我们讲的理科店 理科店也是八大行业的其中一种 里面的小姐呢 两个小时两千八 她会帮你按摩 但是他们也有KTV店 所以是理容KTV店这样子 是真的按摩 那他们还可以陪你唱歌 所以他们是酒店小姐当中的 狠角色 因为会按摩 还会陪你唱歌 我们不会陪你唱歌 只会陪你唱歌的小姐 都在日式酒店上班吗 但其实很多人搞不清楚 日式酒店和台式酒店 不就都是酒店吗 原本想是有点色情的 就是有做黑的什么 比较早以前来 可能自己有经过这边的时候 其实很多小姐会在那边找客人 想要算两到三万 只要做晚上 那你们卖什么 卖暧昧 第一个是看戏剧 觉得很有兴趣 就是想要来知道日式酒店文化 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歧视 或是有很多刻板印象 那如果我们更了解 就不会这样子去跟别人相处 说到了酒店的刻板印象是什么呢 参加导览的民众大多数都是因为看了华登初上 所以对调通文化产生了好奇 因为看完华登初上以后 其实很想要来体验看看 日式酒店的这样子的一个体验 但是因为自己女生一个人也不敢来现场这边 然后刚好看到网路上平台上 有看到她的活动 然后又得知说她是平常是训练 林心如她们团队的妈妈桑 然后就想说那就报名这样子 我们里面到底是做什么样的服务 因为不然你经过调通 大家门都关紧紧的 看不到里面在做什么 好像大家都在做黑的一样 但其实我们门关紧紧 是为了保护客人的饮食 因为我就比较多出差客 或者是商务客会来喝酒 我不想要让这些客人被看到 她就是今天晚上导览团的团长 她叫做Sienna 当年是日式酒店的小姐 现在则是一家日式酒吧的老板娘 在调通混迹二十多年 她可以说是月人无数 客人们都喜欢叫她妈妈桑 而为了今天晚上的导览 Sienna还特意去法郎洗头 吹了个半瓶山 带大家好好回味一下 八零年代的味道 往景州街方向 比较多台式酒店 台式酒店都会比较大坪 出一点大概一百多坪 然后会有很多个小包厢这样 然后你们在新闻上面会看到 薄莎小姐排排站 警察人姐薄莎小姐排排站 大概就这个方向 然后到景州街那个方向 就很多这样子的台式酒店 早期在疫情之前 很多陕吉拉会在 刚刚经过的六条路口那边去 然后他们会找一些 看起来像是观光客的人 然后去问说 用很简单的日文说 是蹦蹦 是蹦的就透光光 然后就用这种名字 然后拐那个日本人 拐到台式酒店去这样子 如果以地理上来区分 日式酒店和台式酒店 林森公园那就是最简单的划分 以北主要是台式酒店 以南则是日式酒店 私台就很像 有没有 应该大家都有去过钱柜吧 去钱柜的时候 它不是有很多个小包厢吗 然后小包厢呢 你跟你的兄弟坐下来之后 你就开始选杯 就是开始挑小姐这样子 然后就五个五个小姐走进来 你会选 譬如说这个比较漂亮 来坐下来另外四个换掉 然后又五个小姐走进来 那个很漂亮 来坐下来这样子 剩下四个换掉 然后当你挑的小姐越多 坐的时间越久 你要结账的金额就会越高 这个叫私台制 就是你小姐的这个时间是客人的 好 那公台制是什么 公台制也就是 我们每一桌都会去打招呼 开放式空间 每一桌都会去打招呼 这个叫公台制 那台式酒店又有分 制服 便服 礼服 然后又有分很多种不一样的啦 但基本上台式酒店 不是每一间都坐黑的啦 就是如果要刺激的 一般都是年轻人 短时间刺激的 然后达成他的目的的 应该就会选择去台式酒店 像这样子的年轻课程 来我们店他一定会觉得很无聊 因为就只是单纯的 喝喝酒聊聊天唱唱歌而已 他会觉得 这样子我何必还要花那么多钱 来到酒店 这个世界不可能什么都是你的 有得到 就会失去 穿着贴身的旗袍 显入曼妙的身段 优雅唱着日本歌 这样子的日式酒店 对于某些客人来说 也许的确不够刺激 太无聊了 但是在80年代 却是许多派驻一项台湾的 日本商人 他们每天晚上 流连忘返的温柔香 因为我们等于是像看历史一样 像看历史一样 华丁初唱映照出的是80年的台湾社会 那是一个台湾经济正在起飞的年代 准备 超级的 有没有礼貌 我再换耶 你有的我也有 你快点好不好 打扮 我再换耶 好爱的 准备 我再换耶 我再换耶 好爱的 快七点了哦 快七点了哦 我再换耶 好痴哦 大痴哦 日本高官署的地方 調通的意思就是巷子的意思 就是透明 早期的赤明大道是一條通 但因為它太大條了 所以現在比較調通 現在目前還有留下來 是二條 三條 接下來是長安東路 是四條通 但是以後太大條了 又不能叫四條通 接下來就是五條 六條 七條 五到十條就對了 然後我們現在講的調通範圍是 長安東到南京東 中山北到新生北 這一塊叫調通 目前大概是這樣 然後中間很快的林生北路 在日治時期 調通是日本達官貴人居住的 高級住宅區 一直到了二次大戰結束 日本人戰敗走了 換成是美軍住台 日式住宅改成了美式酒吧 等到美軍撤退之後 台灣經濟起飛了 日本人又回來了 不過是來做生意的 日本人下班之後 總喜歡喝個兩杯 於是美式酒吧 又改回了日式酒店 在最興盛的時期 在調通一共開了 超過六百家的日式酒店 沒有忘記了 忘記了 不忘記了 就在夜 在梦中 天氣 好 躲韻 都好 我們來 看到它有像這樣子 是這種摩托 酒褲就是 抱著這附近的店家 就是我一瓶威士忌 它也會送 它也有冰塊 它也有雪茄 它也有雞酒 調酒類的東西 之類的 所以我們店家就可以不用存貨 然後我們可以打個電話 它就會幫我們送 原來在條通早就流行外送 就在這一個街貨棋盤裡 包括了小姐 這裝打扮的服飾店 美髮店 包括了酒托之後的 各種料理的宵夜店 吃喝玩樂可以說是應有盡有 形成了一個熱絡的酒店產業鏈 燈紅酒綠各有所好 各取所需 如果說你們台灣有一個新來小姐 怎麼都不來問這麼多 嗨 我是艾可 姐姐 怎麼這麼年輕 讚 台灣人早期進不太進來日式酒店 因為台灣人喝酒文化 跟日本人喝酒文化不同 台灣客人多的店 日本客人就不會去 日本客人多的店 台灣客人就比較少去 第一個是因為喝酒文化不一樣 如果你有跟你的爸爸 或者是阿伯那一代的人喝酒 你大概就會知道 他們喝起酒來就會講台語 然後興奮度就會拉高 然後沙沙 翹翹 漏連之類的 就會開始滑拳 我們這邊又是開放式空間 然後這一桌台灣客人 喝得很開心 台語講出來 這一桌日本客人 就算會講中文也不會講台語 對他們而言突然聲音這麼大 他們會嚇到 那一桌是在吵架嗎 但其實他們喝得很開心 好來 接下來台灣人又很熱情 他可能會抓著某個小姐的手說 小姐你跟他講 我有去過重驗 快點快點 你跟他講 你翻譯一下 我很愛日本這樣 來請他喝 日本客人就想說 我到底要不要喝掉這一杯 現在我不喝他會生氣 所以就是喝酒無話不同 早期比較多 我們講說日式酒店 為什麼不讓台灣客人進來 其實是在想說 如果你懂我們店的規矩 你在你享受這樣子的氛圍 我們當然都不會拒絕 但如果你把它當台式酒店 一樣的在喝酒 可能就不會符合你的期望 因為這邊日式酒店小姐 年紀都偏高 然後我們又不能摸 火箱會比較濃 對 然後所以其實台灣客人來 會覺得我為什麼要花這個錢 來這個地方 其實這些酒店圈內的潛規則 當年才二十五歲了 Xienna她也不懂 她本來在百貨公司裡頭當貴姐 但因為卡債的壓力 她想要多賺點錢 有一天晚上 她就一個人走到了林森北路 就早晚上工作 然後她上面就有寫上班時間 是我覺得我可以配合 因為只會上到凌晨一點 那重點是她上面還寫 會英日文 經優這樣子 薪水比較好 那我就想說 要會英日文的店 應該比較高級 你進來工作的時候 你會講日文 我只會 Toyota Suzuki Yamaha Miitsubishi 就很糟糕就對了啦 反正我的日文程度就是 你的外送打工 一個月賺多少錢 這個錢 這個錢 對 媽媽桑說 到日式酒店上班 只要陪客人喝酒 就可以賺到錢了 當年Xienna她聽了也是半信半疑 我當然第一次面試的時候 已經做了半年的心理準備 想說 做酒店大概就是 因為都會停留在一般的 刻板印象嘛 就是我做酒店 我一定要被摸 要被灌酒 然後我被賣出場之類的 這些東西我大概都想過了 對 結果我們家媽媽桑就說 我們不能做這個耶 因為我那時候才25歲 然後整家店最年輕的就我 媽媽 這麼可能喔 這個年輕就缺錢喔 我們不能耶 還是我幫你做介紹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沒有… 我說 我以為都要這樣子 所以大家都以為 當酒店小姐薪水會很高 但其實日式酒店 我們比較像 酒店當中的公務員吧 為什麼 因為它上班時間比較短 然後我們客人比較單純 但是我們薪水也比較少 18 特別號是29 一門如廊咧 再給我一點時間 我一定會全部都還 你就做到今天吧 如果連這裡都不要我的話 你不等於被我去死嗎 一家店會紅 就是有各式各樣不同 個性的小姐在裡頭 然後這一家店就會紅 因為自己有自己的小眾市場 加起來就是大眾 所以當我看到她的這些 演員們的各個人色的時候 我就想到 我當初我上班的店家也是這樣 就是每一個小姐 有每一個小姐的個性 如果是要我賣的話 也要五六萬吧 我們不是做那種的 我們是日式酒店 不是你想的那種在出場 那你們賣什麼 好 當年的日式酒店 賣的是曖昧 也就是所謂的賣笑不賣聲 誰哪說 當年她剛進這一行的時候 她什麼都不懂 媽媽跟她講 身體是你的最後一道防線 你千萬要守住 因為這個圈子是很小的 只要你今天跟哪個客人發生的關係 很快的所有人都會知道 而這對於酒店而言 不會是一件好事情 當然要怎麼樣去拿捏好 這種曖昧的關係呢 當年日式酒店小姐 可不是每天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 去上班就可以了 把日文學好 這是最基本的要求 那麼另外像是插花 像是高爾夫球 也是避秀的客廳 所以說要成為一家 日式酒店的紅牌 光靠美貌 是絕對不夠的 歡迎 我第一次來 歡迎 好棒 請 一位嗎 早期會派到台灣來住在或出差的客人 大概都四十歲以上 所以我這邊放二十歲年輕妹妹 不會講日文 只會笑 然後坐在客人旁邊 客人會覺得無聊 所以我放一個四十歲 或者是三十出頭的姐姐 放在旁邊 懂得茶音觀色 然後懂得跟客人做互動 然後懂得聊客人的心事 那客人就會覺得懂我 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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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聊天 會聊天 這是需要做功課的 日本客人有個習慣 在上酒店之前 會先跟熟識的媽媽吃晚餐 而小姐們這個時候在店裡頭 也沒閒著 媽媽想跟客人去吃飯回來 她會把當天日本的報紙 因為客人會坐飛機來 然後在飛機上拿報紙過來 然後就會把那個報紙打開 然後把財經社會跟運動的 所有頭條用中文快速唸一次 然後跟所有小姐講 然後講完之後 去 去上台 就去客人那邊坐 為什麼日四九二會這麼受日本人歡迎 也是因為這裡 就像你去國外出差 比如說你去英國出差 然後某個金髮閉眼的 法廷德跟你說 吃飽不吃 你就會覺得很親切 是一樣的 但怎麼可能每個來應徵的小姐 都會說日語呢 不會沒關係 媽媽三會出錢 讓小姐白天去上日文課 最多一個星期要上三天 你從N4開始考 考過一個 我就加薪再給獎金 報名費我付這樣子 沒考過 抱歉自己付 有考過每一階 都每一階的獎金制度 什麼之類的 就會鼓勵他們 日文系的來的話 直接底薪就會拉得比較高 但其實也沒有很多日文系的來 沒事就在練日文 尤其是點的速度要快 媽媽桑隨時都會抽考 媽媽也會叫你說 要查歌本 像現在點歌是用這種機器的 非常簡單 你有看到吧 歌手名曲名 然後點進去 然後就點點點 就是就知道 以前的話呢 是這種歌本的 哇 歌本年代就辛苦了 這麼大一本 有沒有看到 重的要命 然後呢這時候呢 客人就會說他要唱什麼歌 假設說 那我就要先知道 沙是什麼 然後把這個沙翻出來 沙翻出來之後呢 然後開始 照照照照 沙三美雪在哪裡 然後速度要快啊 然後高速號碼 因為以前是只有號碼的 對 然後媽媽就 要這樣查之前比賽 對對對 然後媽媽就會考試啊 沙是哪一個 就要馬上翻出來 或是媽媽翻這一個 這叫我們唸 這叫拖這樣子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 25歲剛入行之後 我會講日文嘛 然後學日文就要時間 所以媽媽這樣 第一個月就先給我 三首對唱琴歌給我 日文歌 北空港 很空港 對 我記得 對 因為我們早期就真的是 唱鄧麗君的歌就很夯 每個小姐都有自己拿手的 招牌日文歌 朝日氣氛很管用的 而除了練歌練日文之外 還要抽空去學插話 日式酒店其實很重視 就是花的部分 那這個擦花的部分 日文叫做Ikebana 這個都是要去學的 那在日本的擦花流化 有分小圓流跟草月流 這個擦花一定要新鮮的花 不能放假花 我們台灣人叫風水 要有新鮮的 才可以帶人氣過來 對 不能夠說放假的 好像假裝一下這樣子 其實這個就差很多 在日式酒店每個角落 都要有花的 一進門處的玄關尤其重要 而新鮮的花大約只能維持一個星期 所以店裡頭的每個小姐 要輪流值班 這個星期輪到誰 就由她負責採買茶花 白天要學茶花 白天要學打高爾夫球 白天要找時間上日文課 我接觸到的三個必須的 日本客人這種是細節 那在日式酒店呢 就會有很多的細節的部分 我當時的角色是教劇組人員 桌面服務的那些小細節 條棒的部分就是這樣子 兩圈半 然後再筆直拉上來 對 那如果杯子有花紋 花紋要朝客人 那如果沒有 基本上大家都是挑這種 早期就是高級的玻璃杯 或水晶杯會有它的LOGO 這樣子 那為什麼一定要兩圈半拉上來呢 因為你不能夠讓冰塊還在旋轉 來 坐著 冷嘴 這樣子 這很沒有禮貌的 對 這如果是媽媽想看到就會瘋掉了 這是小姐杯 小姐的杯子要比客人的杯子小 這樣子 然後我們在跟客人乾杯的時候 我們的杯子要比客人的杯子低 對 這是禮貌 我們連擦杯子都會收皮流程 對 就是上面兩分是客人喝的 然後你擦杯布不能 不能碰到上面是不是 對 我的嘴唇會碰到這個地方 對 所以這個細節要注意到 不然妳會把杯子弄髒了 對 妳的擦杯布會碰到杯子 也不行 妳當年學這個學多久 一年 學了一年 光是這個檯面服務妳就選一年 因為我比較大神經一點 所以就是 笑不能漏牙齦 因為我太多了 比如說笑不能漏牙齦 然後坐沙發也要做三分之一 不能翹翹 真的啊 然後比如說毛巾這樣子 因為客人我們進來 冬天會給熱毛巾 夏天會給冰毛巾 然後客人 給了客人擦擦手之後 他會隨意的放桌上 如果我們沒有折好他 也會被罵 所以要再把它折好 對 然後真的很像當兵 我跟你講 真的他就是要折這樣 就像我講的 妳單身婦人好了 就算妳跟著家庭來到台灣了 妳不熟悉這裡 可是我會講日文 妳生病了 我帶妳去看醫生 妳缺日用品我幫妳買 對 妳需要什麼樣的人 我幫妳找 所以為什麼日本人 會對媽媽祥很尊敬 媽媽祥是一家日式酒店的靈魂 什麼樣的媽媽祥 就會帶出什麼樣的小姐 就對媽媽祥來說 要管好一家日式酒店 就要同時間管好妳的客人 還有妳的小姐 萬一客人為了小姐爭風吃素 又或者是小姐們為了搶客人 勾心鬥腳 那麼夾在中間的媽媽祥 究竟要怎麼樣處理 才可以做到所謂的家庭萬事心呢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謝謝 第一個客人進來的名字 一定要先記得 這個客人的名字是什麼 她進來 也許妳記不得 記不得千萬不要叫錯 妳可以說好久不見 但是妳不要想說她明明姓李 然後妳以為是姓陳 然後就陳先生這時候就慘了 可是如果你真的記得她的名字 那客人進來的時候就很開心 記住客人的一切喜好 讓客人一推開門 就像是回到家 逢年過節 還能夠收到貼心的小卡片 謝謝Rose媽媽 今天我生日啊 店裡小姐都穿一樣的紅鞋 讓客人玩猜一猜的遊戲 就像華登初上講的 店會有三大植物 一個就是兩個媽媽祥的生日 那一個就是周年慶 那其實 這應該是每個店家都會玩吧 我們以前大小姐 你知道一起練舞耶 一起跳舞啊 練跳舞啊 會在周年慶 或者是媽媽生日的時候 然後大家跳一模一樣的舞啊 客人會送花來 然後那個花來 就會從店內 然後延伸到店外這樣 嗨 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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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式酒店 最繁華的那些年 這些熱鬧的景象幾乎是天天上演 忠實的日本客人 也幾乎是天天上門 有人說醉翁之意不再酒 這些日本人 是真心來喝酒的嗎 但媽媽祥也說 一旦關係越了顯 曖昧也就隨之破滅了 然後媽媽祥就跟我說 身體是最後一道防線 那譬如說我今天是內獎 然後我跟這個客人上了 又跟這個客人上了 又跟這個客人上了 你覺得會傳出去嗎 一定傳出去 公司花這麼多錢 投資在你身上 結果你被一個客人訂走了 其他日本客人想說 你是某某社長的小姐 那我就不要追你了 那對店家的人就回答了 所以其實早期 我在跟客人吃飯的時候 我們要走在客人右後方一步 我們不可以跟客人 手牽手走在大街上 對 我們只能走在他旁邊 然後坐桌子 我們也是寫座 什麼 收到驚喜之人 她是我這輩子最重要的人 那我們來歡迎Rose媽媽 一開始大家都會覺得說 日本人會不會很瘦 可是她講解完說 因為他們是出差來的 一定是選比較精 會代表的公司的 所以反而是更尊重 他們那些酒店小姐 所以就是跟一開始 那種刻板印象就會顛覆 是戲劇美化了日式酒店嗎 難道每個日本客人 真的都像忠生先生一樣 斯文一樣彬彬有禮 因為日本的文化是這樣 他們如果能夠海外住在的 或是出差的 第一個一定要結婚 就是有家庭的人 他們才可以派海外住在 跟出差 第二個是 也就是說 必須要有一點點的層級的 像經理 副總 董事長 那一種的 他們也才有交際費 也才可以有應酬費用 吃完飯以外有另外的 可以在喝酒娛樂 底下的員工 剛開始的時候 就會負責要搞熱氣氛 然後就會可能要唱歌 然後表演 然後慢慢大家喝多了之後 可能大家就會玩 然後我看過最比較誇張的是 就是比較年輕的 他們就可能會脫衣服而已 只是脫衣服 然後也會有那種 真的把那個領帶綁在頭上的那樣子 甄莉媽媽說 這就是她從小姐做到媽媽上 看過最瘋狂的畫面 她就再一次的強調 日式酒店跟外界想像中的酒店 真的不太一樣 畢竟他們外國人嘛 不管任何人 他來到一個異國的地方 他也不敢太囂張 因為如果他鬧事或什麼 他也害怕 所以我覺得還是都有一點顧忌 我今天被公司派來台灣出差 我花了這麼久的時間在公司努力 然後公司派我來出差 他們不太可能會為了某個小姐 鬧上新聞 賠了工作 賠了前途 曾經有客人喝得不是很開心 然後之後有一點小的肢體動作 店裡都是小姐沒有錯 可是周遭的客人 連日本客人 他都會保護我們店裡的所有人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算半朋友了 比如說像日本客人最生氣的做法 比如說他對這家店不爽 他最生氣的做法是什麼 他就把他開了酒喝完 就這樣而已 然後不會再來了 他也不會這樣掃桌或翻桌 至少要喝完 也不要留給你們 對 這間店永遠不歡迎你 不像有些台式酒店都有兄弟為室 而日式酒店沒有也不需要 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 有恩怨就有江湖 在檯面上的卑躬交錯難玩女愛 而在檯面下勾心鬥角而火炸 也是在所難免的 想玩是吧 我跟你玩到底 反正我一直都是一個人 沒有什麼好估計 後宮甄嬛傳每天都在演 小姐多就是 女人多嘴巴就砸 輸了 你壞誰 再加上我們是做個人業績的 就像那個華盾書上面會有螢幕 是那個阿姬在跟豬媽媽講說 誰抽多少錢 那一瓶酒抽多少錢 那一瓶酒算我的還是算他的 那我們就是要為了客人 就是這個客人開了這一瓶酒 到底業績是算我的還是算他的 我們這個就會有勾心鬥角 就看這個客人是跟誰吃飯 或是誰在培養的 這個界線真的 我在這裡講也很模糊 因為這個界線就是基本上 每個小姐每天都在吵 搶客人也許是私底下吧 牌面上的媽媽一定是禁止 不會像華盾書上這麼明顯的 去鬥爭 我所謂的不公平 就是我會覺得說 為什麼媽媽都排別的人 跟客人吃飯 為什麼不排我 那可是當事的時候 我可能會計較 我會想為什麼 我就生氣覺得他吃 他不公平 可是後面我是都反省 自己想一想說 也許我就是服務不夠好 或是我是不是應對進退 還不行 你真的做過什麼不可能 可能人都會勾心鬥角 那人一定會有一點吃醋 小姐會想說 那他都比較疼他 為什麼什麼的 可是每一個人的層面 想法都不一樣 那媽媽桑的做法 也都會不一樣 我跟蘇欽怡的事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世界噁心的大人這麼多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他們真面目有多麼的醜陋 從高中開始 到現在的每一條 我都好好留著 他們是從高中時期 就一路相互扶持的 閨蜜手帕叫 你居然扣贏我的男人 你幹嘛 我的家都沒了 什麼都沒了 不管你做什麼事情 我一定會支持你的 蘇欽來吃飯了 我女兒 你們會比我了解她嗎 你如果不給我錢 我看你還要不要做人 生命中遭遇到的 所有不堪害悶嫩 他們比誰都還要清楚 彼此的脆弱和傷疤 吃手帕交也是生死之交 但為什麼會反目成仇呢 愛上同一個男人 對誰都不是好事 即使是秦童姐妹的 閨蜜手帕交 也會被背叛毀滅 你到時候說 什麼是背叛 不要審判我 就我的客人跟媽媽想去吃飯 就我培養了半年的客人 然後跟媽媽想去吃飯 然後來跟我說 對不起 我外遇了 然後我想說 妳在講什麼 這樣 因為他是一直說 他是愛著我的 對 然後他就跟我 對 日本人 哭著跟我道歉說 我外遇了 然後我就說 妳在講什麼 他說 我覺得我有一點點喜歡 像妳家的媽媽想 我無法理解 為什麼媽媽想要搶我的客人 就像阿姬 除媽媽那樣 但自己家的媽媽想之後 我可以理解 為什麼他需要這樣做 因為 很多客人都是握在小姐手上的 那他當然會想要 從這些客人去挑一些 是為了他來的客人 那他覺得 我這個客人很不錯 那我可能會 我會希望這個客人留在我的店 而不是跟著小姐走 對 然後後面才理解這個東西 但當時就是 員工跟老闆的立場 永遠都不會是一樣的 你是我接來的 是嗎 既然躲不掉 那就來吧 好 日式酒店賣的 除了是曖昧之外 賣的還是一種 無微不至的服務 也要讓這些身在意向的日本人 有那種回家的感覺 所以我們看到了 光是空間的感覺 和台式酒店就有很大的差別 台式酒店講究的是排場 講究的是面子 所以大廳一走進去 你就要看到氣勢非凡的 水晶燈掛在天花板上 然後走進包廂 每天包廂都是又大又舒服 裝潢走的是絕對奢華的路線 而日式酒店恰恰相反 普遍來說 日式酒店 每一家都小小的空間 不大 感覺很溫馨 那麼擺上一些舒服的沙發 再加上昏黃柔和的光線 真的就像是走回家裡客廳的感覺 尤其是對 凡事講求細膩的日本人來說 一家日式酒店的廁所 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呢 後台的樣子 後台的樣子 後台的樣子可能就沒有 沒有像滑燈初上這樣子的這麼漂亮 因為畢竟他們是劇組 對 這就是我們後面的準備工作 就是簡單的廚房 但是該有的都會有 對 那客人的杯子 小姐換衣服的地方更簡陋 比滑燈初上的更簡陋 非常簡單 就是只是這樣單純的而已 對 然後每個小姐會有她自己的衣服 然後鞋子 化妝呢 進來就要化好了 來上班之前就要化好了 進來沒有在補妝 進來會補口紅而已 在滑燈初上裡 蘇媽媽和羅斯媽媽 共同經營的日式酒店 基本上 它就是參考整理媽媽這家店的裝潢 除了色系做了些微的調整 但基本上 包括了沙發的樣式 擺設的位置 還有吧台的設計 都是道地的日式風格 這個櫃台裡面的高低差 這個高低差的目的是因為 我們如果進來這樣子 跟客人聊天的話 才可以是平視的 而不會是特別高高在上這樣子 然後客人要養著頭 或是我們要降低頭看它 這個也是比較日式酒店 會特別注意到的地方 其實日式酒店就是像 這樣子店小小的一家 然後我覺得是蠻溫馨的 所以媽媽桑就是老闆 然後會有一個服務生 服務生像以前景氣好的時候 會有boy桑就是少爺 傳統的日式酒店走的是 精緻溫馨的路線 而日本客人要求細膩 特別是從洗手間 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家店的品味和格調 日式酒店的廁所很重要 因為日本人覺得說 看一間廁所的乾淨度跟整潔度 跟你怎麼擺設 就可以知道你這一家店的品味 跟你這個媽媽想要帶出來的 服務度程度到哪兒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剛剛有提到的花 你看我們連廁所 都有那麼漂亮的花 然後我們都會點這個香氛蠟燭 廁所一定會有免治碼頭 對 然後你看都會有花的準備 上化妝室的時候 比如說化妝室是男女共用 我們小姐上完化妝室的時候 然後那個衛生紙還要把它摺成三角形 就剛剛那個捲筒衛生紙 還要摺成三角形 然後剛剛媽媽也有講 就洗手台有水漬 如果你剛好就下一個上廁所的人 是媽咪的話 哇 你真的會被罵 你又沒有擦這些東西 就是會被罵 我要告訴大家說 我們日式酒店 這邊燈有一個亮的裝置 原因就是因為客人在聊天 或是客人在唱歌 他會不知道有客人來 可是這個裝置就是讓我們知道 有客人進來了 這時候我們就會來這邊接客人 你好 歡迎 請進 這個第二道的玻璃門 只能夠推出去接客人 外面的客人是進不來的 因為這個是安全設施 也許外面來的是什麼客人 我們不知道 那我們是做VIP的 我們是做那個貴賓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保護 我們店裡面的客人的安全 主要是為了客人的安全 也是為了客人安心的地方 所以這就是我們日式酒店 一個小小Suite的地方 好 事實上在調通 除了日式酒店 台式酒店之外 還有南宮關店 有意思的是這些南宮關店 通常是在凌晨的時候 他們才開門做生意了 因為他們的主要客人 這個時候才下班 很多都是在台式酒店上班的小姐 要等到他們下班之後 才會有時間到南宮關店去消費 那麼這麼多所謂特種行業 聚集在一塊的地方 當然就難免引起外界治安的疑慮了 這邊的第下一樓就是南宮關店 小香港看到了嗎 這條通算滿有名 歷史滿悠久的南宮關店 這邊有很多店家 像小香港也是 它是一店三租 什麼叫一店三租 也就是我這一家店面 有三個老闆 我下午一點到晚上七點 是一個老闆 然後我可能是做演歌場 只能唱演歌不菸不久 三百塊唱到寶 那晚上八點到凌晨 一點是女公關店 凌晨一點過後 或是第三性公關店 SEXY第三性公關店 第二季會出現的寶兒媽媽 就是跟他們做實習的 對 好 來 SEXY也是凌晨十二點以後 才有一夜 而且是完全聚約制 妳應該就是我是媽媽吧 漂亮 我喜歡 調通是全台灣唯一一個 最多元化店家聚集的地方 南公關店 女公關店 南童店 女童店 第三性公關店 兩位哈尼 第一次來嗎 嗯 開什麼酒 八二 偷偷告訴我們 其二更好 我是有被媽媽桑帶去 南公關店玩過 對 但是 在我來看好像滿早 日四九點小姐會去的 因為比較多 我就講了 就是酒精小姐的年齡真的比較高 開睡覺 對 對 真的 而且你去南公關店 你會嚇到 百分之八十的客人 都是年輕漂亮的小姐 去消費的 對 因為它是凌晨十二點以後 才開店的 南公關店 所以就是大家下了班之後 會去 百分之八十左右 都是八大行業的小姐可以過去 因為她覺得我上班的時候 被男生欺負了 所以我下了班我要去欺負男生 那心態也有 又或者是她覺得我沒有資格 跟一般正常的男生交往 我只能在這裡找到 愛情的那個虛偽的那個虛實 然後可以去握住那些暧昧的感覺 這樣子 然後也有啦 條通 很亂耶 我們收到線報 今晚這裡會有毒品交易 不管是我現在開酒吧 或是我以前上班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人來應徵嗎 那媽媽想在挑這些小姐 不太會挑人 因為來應徵的人都少了 但媽媽唯一一個會拒絕的 就是看起來像有課藥的人 你的霍露城那裡來吧 他有個人找我 他很厲害 毒品消失沒多久 他們店裡就死了人 你們不覺得當中有什麼關聯嗎 我們店不碰這些東西 然後所以如果這個應徵的小姐 看起來是有點鏘鏘的 或者是她的口條有點奇怪的 對 媽媽想都會直接拒絕 連應徵的時候 就看起來像有課藥的 我們都不會 問人碰毒嘛 對 現場為您插播一則新聞快報 登山社社員在後山 發現一具無名屍體 屍體被台風吐時流沖刷 死亡時間和死亡正在地下 你和她的事 我全都看到了 你一再践踏我的信任 我要你永遠都不要再出現 永遠 柯姐 屍體好像是成功認識的人 當初應該是從這裡開始 想要找蠻屍體的力量 兇手一定不是只有一個人 屍體 認識喔 你說這個酒家女的命案嗎 不是酒家女 是不是酒店的媽媽 我想要對真正的兇手說 我不知道你殺人的原因 你以為把他丟給我 警察就抓不到你了嗎 但這條人命 你注定要扛一輩子的 馬天華 傷害強盜的魯人 毒品教育前科 道上的人 都叫他雞農去 最後我會用更高更好的規格 來辦你的少女 你殺了我 這樣就永遠不會知道 自己是怎麼被他利用的 到底誰才是真正的兇手呢 乍看之下 那些被懷疑的每一個人 似乎他們都有動手殺人的動機 但是真正的兇手只有一個人嗎 在編劇巧麥的安排鋪陳之下 就線索一個一個被拋出來了 答案即將在第三季正式揭曉了 而編劇保證 這答案絕對是合情合理 好究竟是誰殺了蘇媽媽呢 很多演員在出席公開場合的時候 都會被追問這個問題 那如果最後的答案 真的像是編劇所說的 合情合理 那我們就要來問問 在真實世界裡頭的媽媽さん 他們覺得 誰才是真正的兇手呢 一別零一 現在店裡不是你說了算 兩位媽媽 有話好後 我就是季媽媽 是 是 本店裡面全面八折 這間不是有跟媽媽さん死掉 還在開喔 那就是雜誌聽管下一個媽媽 全世界都知道 在光裡死了一個媽媽 我先說 《華僧初唱》這齣戲真的演得很棒 然後它竟然可以 讓每一個人都有關聯 去想到說 他可能會殺死那個蘇媽媽 對 我覺得這個 導演這個編劇都很厲害 以他利 熟了嗎 好可愛喔 你真的認為 還會有客人想要來這裡消費嗎 我 我不是來消費 艾可 你朋友好可愛喔 但是我真的覺得 不可能會是 那些小姐妹 不可能是阿姬 也不可能是艾可 也不可能是哈娜 不會注意到 日式酒店的媽媽さん 她有一定的地位 客人 小姐 也都會蠻尊敬媽媽さん 為什麼要說話 除非你們懷疑我是兇手 我相信蘇 她不會跟一個三年兇手 我們這麼久的朋友 我有跟我的個人 每一個個人都在聊 也有人說是 那個Rose媽媽 然後我自己又在那邊想說 那Rose媽媽殺她的話 第八集的畫面 她看到她的好朋友 掀開的那一畫面的時候 哭到斷腸這樣子 這不是又 我個人又覺得 合不太起來嗎 我們最後的關係 就是朋友 她喜歡過我 你們沒有證據可以證明 人心 傻的你們也沒有證據 可以證明這上間是我偷的吧 我一開始會認為是 因為畢竟 毒嘛 就是錢嘛 那 她把這個 兩大包的白粉藏起來了 那 第一集了 可能就會做這件事 而且 故事的內容是說 一開始的時候用拖的 後面用背的 那我就自己的聯想是想說 應該是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 不管是男的毒販 還是那個女的毒販 然後用拖的 後面的時候兩個人一起 扛或背這樣子 我心裡啦 一開始的時候是想 所以後來我想說 連續劇應該不會那麼簡單 這麼容易就被猜到這樣 之前那個彪哥 就一定是他的恩客 他哪沒有看起來那麼單純 關於這場命案 背後的秘密 到底誰是兇手 好 條論文化不該跟色情 直接畫上等號 Sienna她這幾年 積極地透過導覽的活動 她希望能夠把條通 打造成是一個 國際知名的觀光景點 來 本橋日本人老闆開的 他們家素食品好吃 很有名 到地的日本食物在那邊 吃得到啊 對 就是像現在不能出國 你就可以來這裡條通 就有日本老闆開的店 然後員工也是日本人 客人也是日本人 當然價格也很日本 對啊 所以你就可以來這裡體驗 日式的餐廳也滿多的 那我剛剛又講了 條通又是全台灣灣 唯一一個最多元化店家住址 的地方 我覺得它很有資格 成為一個觀光重點 就是可以讓不只 只有日本人可以進來 讓更多不同的國家的人 也可以來這裡喝酒 然後有一點像 你們也可以成為 香港難櫃坊 或者是日本歌舞基金的樣子 可以集中管理 然後我們也沒有在鼓勵任何人 這個世界 不可能什麼都是你的 有得到 就會失去 華燈出上這一部戲爆紅 然後很多人來找我們採訪 日式酒店的部分 但我們都一定要提醒 廣大的觀眾們 酒店這個工作 真的不要輕易嘗試 然後我們也沒有在鼓勵任何人 要來酒店上班 因為我們只是在講我們的工作 是什麼樣的工作 然後是什麼樣的性質 然後我是做什麼樣的服務 大致上是這樣的 但其實每一行 每一個工作都有它的壓力 跟它的風險性 跟它的危險性 但千萬千萬不要輕易嘗試 說到了台北市的林森北路 我相信給大部分的印象 應該就是那是一個 夜夜聲歌燈紅酒綠的酒店一條街 特別是在二三十年前的全盛時期 短短的幾條巷子 擠進了超過四百家的台式酒店 還有日式的酒店 今天我們要請這位牧師 嚴金榮先生 告訴我們過去三十年來 林森北路的變化 沒錯 他的身份聽起來 和酒店這些深色場所 的確是很衝突 所以當年呢 當他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的時候 是怎麼樣支撐了他 因為他的堅持 最後幫助了很多的女孩子 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首先我們要來聽聽 春香還有什麼故事 這個地方以前也都是怎麼樣 酒店小姐 差不多2點 3點下班的時候 這邊都有很多小攤 那邊吃宵夜 對 這邊吃宵夜 所以他們都來這邊買衣服 對 這邊有沒有 以前很多都排的 現在都 排什麼東西 就這件衣服啊 特別的一些衣服啊 對 對 這邊 走在林森北路上 嚴金榮熟門熟路了 在介紹台灣的酒店文化 這個時間是他們在跟客人 在餐廳或在別的地方先吃飯 吃完飯以後 他們差不多8點或是8點半 會帶客人進到酒店裡 先吃完飯之後 對… 台灣應酬的模式是這樣子 對… 先吃飯 然後8、9年就帶上酒店 對… 他帶他們過去 對… 就比如說 你今天到我店裡面 我先跟你夜晚 我們先吃個飯 那吃完飯以後 你再把它帶到店裡去喝酒 嚴金榮堪生全台灣最會跑酒店的女人 全身時期 她的足跡踏片 離在北方四百米十二家的酒店 但她可不是來熟耗問了 夜夜深刻的那種男人 以前很多酒店的時候 我都是從前面 一直走路到教會 都是這樣子回來 走在路上 會遇到很多的前面這樣子 很多的在酒店上班的一些 婦女人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跑這條路後 幾乎每一條路都認識了 看著當年的洪海小姐 一路坐到了媽媽桑 坐到了轉業退休 一個牧師和她的妻子 為什麼願意跟著日夜顛倒 在燈紅酒綠的深色場所 投注了將近三十年的青春歲月 因為她們聽過了太多悲慘的故事 而這些故事的主角 都是她們的同胞們 因為我是從日本嫁過來 所以我一直在自己的世界 真的是只有日本 而且我以前是公務人員 就是我的想法裡面 人都是公平的 不管是男的女的 那我們可能在日本裡面 只能只有男生跟女生 一點點的差別大意這樣子 但是我嫁過來的時候 就是一個雛琴 就是原住民嘛 原住民這個雛琴 是這麼差別的待遇的時候 對我而言真的很大很大的憧憬 剛開始因為聽她們的故事 我自己都快要有一整個狀況吧 對 因為覺得對我而言 台灣是這麼發達的地方 是怎麼會這種事情 會發生的樣子 三十年前的台灣 經濟起飛 大城市紙醉精迷 夜生活奢華糜爛 尤其林森北路酒店履歷 傳說有不肖的業者 或拐或騙 歪腦筋動到了部落女孩的身上 比如說喝酒啊 再來就是 請妳的父母親喝酒 對啊 請我的父母親喝酒 然後在酒醉當中 就用少許的錢說 我們有這樣的 要把妳女兒帶到台北去工作 這樣子 什麼樣的工作內容 還有說明嗎 沒有說明白 就很像就是說要去做 幫人家打掃之類的這樣子 你說給少許的錢 是多少錢呢 大概十萬吧 三十年前的十萬 不是少許的錢 更何況是對經濟條件 相對弱勢的部落家庭 許多的父母親 就在半哄半片 半醉半醒之間 把女兒給賣了 有簽約嗎 就酒醉當中就簽約了 就簽了喔 那個合約上面寫的內容是什麼 也看不懂 父母親也看不懂 就給她簽了對不對 對啊 對 就透過我們所謂的那個大姐 來做一個中間者 所以說一說啦 就是你簽 也許跟那個合約裡面的內容不一樣 他去工作多久啊 有沒有講清楚 一年啊 所以一年他就會放你回來了 那就不一定了 說是一年 說是一年就回來了 對 說是一年 春香在國中畢業那一年 就被賣到了台北 不久 她的大妹也跟著被賣掉 誰來接我就是 開一輛好 就是那個很 好像很高級的車 來接人這樣 那接到什麼地方去 就是台北的忽遠街 住什麼地方 其實是剛來是 就看到一進去的時候 就還滿黑暗的 對 就是一間一間的 就是就好像是鐵窗一樣的 然後我自己的感受是 怎麼會 怎麼會是這樣的一個情形這樣 不是買到別人家去幫用 而是賣到了思昌寮當盡 春香被關在一個小小的房間裡頭 每天只能夠睡六個鐘頭 眼睛睜開就是不斷地接客工作 那一年她只是一個 什麼都還不懂的15歲少女 你會想辦法要離開那個地方嗎 可能看到很多的小姐想要跑 然後又被抓回來 然後隔天就看不到人 所以我就沒有想過要跑掉 她說不要像那個小姐一樣 如果像那個小姐一樣跑走 或者是跟客人講說請報警的話 因為那時候黑白兩道都在一起的 都有連結的 所以哪一家小姐說有跟客人說 去跟那個警察說我在這裡被賣的話 其實老闆老闆娘都會知道這樣 意思就是說你報警也沒有用 也沒有用 警察裡面也有我們的人 春香幾乎是死了心 她每天行屍走肉地活著 即使見到了親生父母 也似乎失去了求救的能力 會有一次我這一年只有一兩次 一兩次碰面吧 只是出去就馬上回來 出去哪裡 就是可能就是在一個飯店 就是去見一下爸爸媽媽 哭一哭又要被帶回來這樣 他們還會把你的爸爸媽媽 接到台北來 讓你見個面 對 然後再把你帶回來 你爸爸媽媽知道你在台北做這樣的事情了嗎 不曉得 後來也不曉得 也不曉得 反正都是 你見面的時候沒有跟他們講 你是被賣到台北還是這樣的事情 不可以講還是 也不可以說 旁邊有人在進去 那當然了 一定 你保鏢都會跟著站在你旁邊 所以你看到你爸爸媽媽 你幾乎 只能哭 春香整整被關了一年多 幸好遇上了台北市警方 執行大規模的早餐的分案 終於讓他重見天 春香被救出來那一年 她都還沒滿18歲呢 一個懵懂無知的少女在心裡頭 對父親的恨多年之後才爆發 而當年在部落和她相同遭遇的女孩 不在少數 有人是像她一樣被賣掉的 有人則是心甘情願到台北的酒店來工作 但是他們的出發點 不是為了滿足自身的物質欲望 他們都是為了家人犧牲了自己 好不容易重獲自由的春香 她回到了部落不到一年 她又回到了台北 不同的是 這一回沒人逼她 那個時期是我們部落就開始 特別是我 我宜蘭縣的 幾乎都會傳說 林鄭北陸這個地方 說實際會羨慕啦 對 會羨慕說 哇 怎麼才幾個月美金 就可以賺這麼多錢回來這樣 哇 那麼多錢可以賺 呀 太棒了 因為窮怕的嘛 所以就聽聞他們這樣子 然後就跟他們聯絡啊 然後電話 那個 留電話 改天到台北的時候 怎麼樣怎麼樣 就這樣子 春香透過了同鄉姐妹的介紹 她到了林森北陸的 某一家酒店去上班 在我們原住民外在條件的話 不用說啦 就是第一個就OK 就進來 也不能說什麼 因為五官方面 特別是業績就是喝酒嘛 酒量好啊 當然老闆娘那些 都會很喜歡原住民來應徵這樣 又會唱歌 對啊 又會唱歌 原住民女孩因為先天條件 特別受到酒店業者的歡迎 美加上台北的那一年 她29歲 剛剛離婚 她必須要獨立撫養兩個孩子 剛好台北有親戚 然後就打一通電話 就說 她說OK 台北很多工作 所以我才北上 她是跟我說是日本料理 日本料理 日本料理 對 她跟我說是來工作日本料理 後來我進去之後 不是我想像的那種 所以你以為只是 對 洗盤子嗎還是 對 我以為就是洗盤子啊 打掃啊這樣子 對 花花世界嘛 然後覺得 覺得很興奮這樣 很興奮啊 對 覺得好多燈喔 因為在部落沒有什麼燈啊 然後就來到台北覺得 哇 那個世界真的是 很吸引人這樣 很吸引人 然後又很害怕 害怕什麼 就是很害怕說 因為沒有接觸過 很多的人就會覺得很害怕 所以你見到你的表姐了 就很放心 就是因為打電話給她 她才很放心的來到台北 對 你上了台北幾天之後 帶你去工作的地方 大概一個禮拜吧 一個禮拜 所以你今天住在表姐裡面嗎 對 我先自己住在她家 好 你自己住在她家 那你看得出來 她每天的工作的作息 然後 對 她就是每天回來 就是好像 就是最新的 然後我也不懂她在做什麼 雖然心裡頭覺得怪怪的 但人都已經到了台北 美嘉還是硬著頭皮去上班 別人要她幹嘛 她就乖乖聽話 我那時候也沒想到 那個是酒店 我就想說 就是服務業 然後就是 就是只要不要得罪客人 然後把我的事情做好就好了 公司有給那個制服吧 對 就是 那個制服叫什麼樣子 就是旗袍啊 我不會說那個日語嘛 然後我只是 好像就是半醜一樣 然後因為我從鄉下來 我什麼都不懂 那我的想法是說 就是 就是帶給他們歡樂 我就很像小丑一樣 然後就 好像就是 會帶動啊 因為那時候 我剛剛上來台北的時候 我的體型 就是 一看就是那種 不會打扮 然後鄉下的人 然後就是體型很胖 然後也不會化妝 但是 就是因為我躺起來 一直帶走 我說沒關係沒關係 你就要笑著 笑笑著被他們 就好了 我就傻傻的這樣 做了三個月 就這樣傻傻做了三個月 對 所以那三個月 你就是坐在那邊 倒酒 對 就可以了 那這樣賺多少錢 每個月三萬塊吧 你覺得好不好 覺得很多啊 對啊 20年前 謝謝 晚上七點半上班 凌晨一點中下班 每天工作五個半小時 就有三萬塊錢不在 但這每一分錢 都是用生命尊嚴去換來 上班之前就是去 一定要去一個 Sedle嘛 去Sedle 給人家化妝 化完妝之後 就是跟客人約好 在那裡吃飯 吃晚飯 然後再去店裡這樣 去店裡喝酒 喝酒之後 下班了還不夠 因為酒量好嘛 下班了又要去續攤 一直續攤喝到醉為止 每天都是這樣 每天如此 對 所以那你的工作性 我那個時候是業績幹部 那要做什麼呢 就是要吹酒啊 然後要帶客人進來啊 然後跟客人應酬啊 沒有做台費 他們是算業績的 那個業績怎麼算呢 業績怎麼算 就是固定要給公司3萬塊 固定要給公司3萬塊 對 就是一定要做給公司3萬塊的業績 然後超過的就是他們使拿的 對 都要做到一定的業績嘛 對不對 對 對 那你們店裡頭的小姐之間 會不會有那種競爭 有啊 那個時候他們還蠻嫉妒我的啊 為什麼 因為很多客人都很喜歡找我 因為我就是 就我剛剛講的嘛 我被撞我還可以嘻嘻哈 然後我也不會去報仇啊 都不會我還嘻嘻哈的 我上班時間我都就是沒有遲到啊 然後也都是會 就是業績都做得還都是第一名 所以你是店裡的紅牌 對 所以老闆娘都還蠻就是蠻喜歡我 我在那裡公司 那小姐嫉妒你會怎麼樣 會不會故意整面還是 嗯 有啊 有一些就是客人 他們喜歡我 然後就是會有一些他們的女朋友啊 就會來店裡直接拿拖鞋丟我 就直接拿拖鞋丟我 對 然後就很嫉妒啊 為什麼我的男朋友有你的電話 然後他為什麼會打電話給你之類的 對 他直接就衝到電話 那有沒有客人說你不要做太陽 當然有啊 也有很多啊 都是那個老老婆 老婆 你會接受嗎 我 我 沒有 那我就是想說 靠自己的力量賺錢吧 美嘉不愛喝酒卻每天喝酒 他不會應酬卻硬要每天剖笑 但他卻能夠在酒店一待就是水 不是為了自己 而是為了兩個孩子 以前的話當然會啊 覺得 賺了很多 然後就慾望就很多 對啊 那個時候收入很可觀啊 因為我剛來台北的時候 我一個月才三萬塊 然後後來人面也越來越廣了 然後客面也越來越多之後 然後發現我的收入就越來越提升 然後收入就是可能從三萬五萬十萬甚至十五萬 然後那時候就慾望也會跟著多 可能就是會喜歡是買孩子的東西 然後孩子要什麼就就滿足他們 我那時候也是想說彌補 因為以前我媽媽他們還蠻照顧我的小孩嘛 我想說有多的我就會寄給兩家的 孩子花生下了才會留給自己 像每家這樣子遭遇的單親媽媽 在酒店不在少數 有人甚至還把小孩帶去酒店 媽媽在隔壁喝酒上班 孩子就在空包廂裡寫功課 我還蠻想念他們的 因為國小的時候都在母親那邊嘛 我想說自己的女兒總是要自己帶 然後我想說國中他們叛逆 青春期所以想說那就自己帶吧 就把他們帶上去台北 OK 對 所以女兒知道媽媽的工作是什麼嗎 他們應該是知道啦 只是我沒有很明確跟他們講說 我在做什麼樣的工作 而且因為我每次喝醉了 回家了我一定是躲在房間 我不讓孩子看到我喝醉的樣子 但孩子其實都知道 其實他們都知道 他們也沒有問妳說 媽媽妳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工作 他們也沒有問啦 不會 對 他們也不會問 其實我後來才知道 其實他們也很早就知道 其實他們也覺得我很辛苦 因為我要養 就是要養他們兩個這樣 那個時候當然是想說人脫離就脫離啊 只是一直好像就是 就是一直在那個圈子打轉 其實好像都走不出來 然後 然後一方面是想說 那如果我出去了 我也沒有什麼學歷 我也沒有什麼很好的認識很多 就是可能有一些背景的 然後好像我的生活圈的朋友 好像幾乎也都是那些人 所以我好像都沒有辦法走 就是跳出這個框框 美家的苦惱其實也是很多 酒店小姐的苦惱 但有誰能夠幫助他們脫離呢 一個牧師她能夠改變什麼嗎 嚴京榮也曾經這樣子問過自己 當她面對酒店小姐的困境時 她除了禱告之外 除了手中那一本聖經 她好像真的無能為力 第一次上酒店 嚴京榮以為她會被 凶神惡煞的鬼侍弟兄給轟出來 甚至當其毆打 她要承受那種異樣的眼光看她 因為包括了教會 也擔心她會被女人給誘惑 破壞教會的形象 而嚴京榮她真的能夠不為所動嗎 因為我走到連生北路 我們所謂的五條 六條 七條 那一條我看那邊 哇 真的好像部落一樣 比部落還熱鬧 很多原住民 走在那個路上 很多都是原住民 甚至喝酒醉的女孩子 就躺在那邊 我看啊 這也不是我們原住民 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講的時候 在我裡面就說 我應該來幫助她 該怎麼幫助呢 嚴京榮看看自己手上的聖經 她知道她應該可以做些什麼 但作為一個牧師 她真的有勇氣 能夠走進燈紅酒綠的深色場所嗎 我第一次那時候我緊張 不是小姐緊張 是因為我的 在自己神學院的交道裡面 那是黑的地方 剛開始的時候 是我自己不接到我自己 為什麼 我是一個牧師啊 我為什麼要到那地方啊 跟一些這個喝酒醉的人啊 第一次到林森北路傳道 嚴京榮人都走到了一家酒店的門口 但他卻愁愁墮骨 這個時候反倒是他自己 先需要禱告平靜思緒了 後來是他的妻子鼓勵他 夫妻倆一塊壯壯的 剛開始做的時候 我也不太熟悉 又有恐氣 所以說怕被誘惑 還是帶自己的太太來這樣子 一進去 很多的女孩子都會講 他在門口等你這樣子 一開門就會有聲音嘛 那時候小姐就要起來 一來小媽生嘛對不對 然後結果有一個 又一個就打開 一來小媽生 我說這是我的牧師 因為那時候有去過教會一次 這是我的牧師 然後其他的小姐不知道為什麼 起來都跑掉跑到廁所 為什麼 現在我才知道為什麼 當下我不曉得 因為光一進來 黑暗就退去 沒有心理準備的小姐們 看見了不請自來的牧師上門 嚇得各個花容失色 不過這個有點尷尬的場面 很快地就被 都是也是嚴重人嘛 也是警察 認識你如何如何的 聖經拿出來嗎 什麼獻金 聖經有拿出來了嗎 什麼獻金 聖經 聖經 牧師不是來消費的 不是來消費的 牧師一來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的我啊 其實是犯罪 就我剛剛講的 也看到牧師說 就整個都清醒 慘了天父 我們謝謝你 也大大祝福 我們的姊妹 椰子第一個反應是說 爺牧師謝謝你 謝謝 那結果是 反而是 超乎我意料是 介紹介紹介紹 介紹介紹介紹 那就是說 爺牧師可以到我店裡面 原來他們做酒店的 原來他們都是 就類似學長學妹這樣子 幾乎大家都認識了 那他們知道 我就開始做這樣的時候 他說呢 你可不可以到我的餐廳 也為我祝福禱告 其實原來到酒店傳道 也沒這麼可怕 一切都是自己嚇自己啊 沒有那種保鑣把你擋在門外 把你空出去的地方 我每次到酒店去的話 他們不是 那個連媽媽桑小姐 就很特別的方式 請我到他們VIP 那VIP裡面就是一個特製 他們親我過去 那有幾個小姐帶過去 或是說 昨天被打的小姐 為他祷告這樣子 那些文士的那些的 都看到我都很尊敬我啊 然後我們是這樣子 原始就是 我也在酒店行 那個好像兇上惡煞的那些 他說 袁牧師 我都不認識 我說 我是中生 中分級的啦 我們都知道你的資料的啦 我們都保護你啊 他這樣子啊 所以那個時候 七條八條線線 真的很複雜 連管去遠景 都知道有 嚴牧師這麼一號人物 穿梭在林森北路的大小酒店 但是看在當年 某些比較傳統保守的 教育眼裡 嚴金龍的行為 還是不被接受的 當你在林森北路的酒店 穿梭的時候 教會裡頭 會不會有一些人 對於這樣的行為 有不同的意見跟看法 至於講說 你會不會跌倒 你會不會被誘惑 那萬一 你到那地方去 有女孩子 會誤會你 甚至 我到酒店的時候 我是有喝茶 那有很多的顏色不一樣 搞不好只是喝 只是喝個 偉大啤酒 但是可能就把它說著是什麼 那個顏色不一樣 可能 他說牧師 這樣子的話 你會不會 會不會被誤會 如果被造起來的話 林森北路這邊 應該是 應該都是 制服店比較多一點 剛剛我們 剛剛到那個酒店去的話 他們還要準備 還要準備有制服店這樣 後來我在一兩年當中 還好我的太太陪我 你自己怎麼看那些誘惑 你自己怎麼看 男人 那個所謂溫柔 這個又是我要突破了 在酒店的女孩子 晚上真的很好看 都是公主 但是我白天到她家 不能看 我 有時候我進到她家 這是你啊 這是我 怎麼跟晚上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酒店那個光 那個為什麼那麼亮 會弄過來 那他們的 原來我都知道 他們都在笑 你看 嚴牧師 他仍就是喜歡開玩笑 她說她不可能被誘惑的是 因為這些酒店小姐 白天晚上長得不一樣 但其實 在玩笑話的底下 那是因為 嚴金龍看到了是這些女人 真實的無助 與無奈 其實還好 其實我從來沒有 沒有 沒有擔心過 第一個可能 我們的夫妻關係 我們是同學 所以好像是 都是朋友關係 這感情是很好 那第二個是 其實她也回來的時候 每次跟我分享那些 他們在這些的行業 其實背後很多很多 悲哀的故事 所以可能牧師不可能會把 這些被受傷的人 就是被壓迫的人 不可能把他整個一個交往 或是被誘惑的對象 都是很特別的嘛 有鞋子就是在酒店裡 對 像這些衣服 對 所以很特別 這是一定是酒店的 他們 對 對 已經酒店在他們 他們要穿的衣服 所以很多媽媽長 都會打算選這種 媽媽長都會帶小姐來 對 挑衣服 所以我跟老闆娘 或是跟小姐 也沒有一定要這麼 就是我來搶你小姐 都沒有這樣子 但一開始應該會有這種誤會 你就是要來這邊傳道 然後把這些小姐 讓他們脫離這個行業 對 對 剛開始的時候 我也跟老闆娘說 我說希望你這個店 上帝能給你平安 祝福這樣子 但是我知道這些 當老闆娘 他們之前也做過了十幾年 二十幾年 他們也是從小姐妹出來的 所以我整個背景 我幾乎都了解了 你要叫老闆娘不做 那老闆娘 小姐或老闆娘她跟我講 袁牧師 如果 我不做酒店 你叫我做什麼 她這麼問你 你怎麼回答 我就跟她講說 我 我也不知道 但是 我很誠實 我也不知道 我三個孩子的學費 我三個孩子的生活 我三個孩子的生活 我山上的那些爸爸媽媽我要養 該怎麼辦 我說 我也不知道 但是 我今天很當初的時候 我想 上帝來祝福你 所以一般的酒店的父女們 幾乎他們都住在這地方 你有沒有看到一些 路上 有一些婦女 站在那地方 沒有 你看不出來嗎 對不對 我就看得出來 那就是說 如果你是男孩子 她就跟我講說 你要不要到那個酒店去 有一些人 還在酒醉 而且醉得很 醉得很深 那她覺得 就一字兩字禱告 好像救不出來 對 然後 也沒有辦法 馬上改變他們的 反境 那個覺得對她 很大的力量 我正在你那時候講說 脫離不太可能 因為你們也牽涉到黑道 又牽涉到這個 利益的關係 所以那個時候是 我自己認為是說 我不可能 能 能改變他們的手勢 但是我盡可能 我能安慰他們 心靈相 對 心靈相的安慰 第二個就是說 我希望他們 在這個 因為他們每一個人 有的是當中 有人被賣到台北來的 那有的人是因為 貧窮的關係 那個時候原住民真的很貧窮 導致地方來 可能是因為在 離婚的關係 那個地方 每一個每一個小姐 她們的狀況都不一樣 每個小姐背後都有苦衷 美加她從陪酒 做到的媽媽桑 她不是沒有想過 要換工作的 好像每天要看見你 心情色色的那種 那種 喝醉的那種樣子 我就很不喜歡 所以在我的印象裡面 我很討厭那種喝醉的人 我卻偏偏就是在 酒店這個地方 結果你自己也天天喝醉 我就是要忍耐 對 我就是要忍耐 就是為了 就是為了生活 就是為了生活 必須要忍耐 因為她有兩個小孩要撫養 還要每個月 寄錢回家下來 我覺得我好像 只能做這個工作 然後我覺得 好像我的能力 好像沒辦法 再做別的工作 而且就像我要去做 別的工作 可能收入沒有那麼多 然後可能去運這個 怎麼 一月的行政工作 一個月才一萬多塊 真的是沒有辦法 你那個時候 喝酒 你一個月可以賺多少 我 我一個月 我一個月大概 十萬左右吧 OK 那的確差很多 對 我一直很想要換工作 但是每次去應生的時候 那個收入真的太少了 一萬多 根本就沒有辦法去 當然我是看到很多同事 都是這樣 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會買名牌 甚至於他們會養 小男朋友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 中心幾乎都是載孩子 所以 我把最好的都給孩子 然後可能剩下一點點 我就會 可能我會買我自己的東西 但是我不至於 就是會買名牌那些的 看他們賺很多錢 對 都把錢花到哪裡去 我說裡頭 有一個深處一個 最極大的四倍 他可能會從物質享受 滿足這些的慾望 在證明自己的存在場 或者是到一些 幾乎店裡頭去消費 他的皮包裡頭可能 都是兩三萬塊錢的現金 他們就是 有擬補的心 就是說 好我這樣子都已經 我就用擬補了 但是擬補不完 動態大了 但是我今天 我有個 就是說用 用喝酒 所以說這個酒店 姐妹們 或是小姐們 他們上完班以後 也許四點下班 但是他們會到 另一個姐妹的店 去喝酒 我們叫做 細脫 那細脫 那細脫 那你要問他 為什麼 你先喝不過 還要再喝 他說 我只要喝死為止就好了 只要有錢 只要有錢 萬事都可以做這樣子 對 那你的確賺到錢 所以你真的覺得 這句話是對的嗎 只要有錢 萬事都可以做 在那時候是真的 錢都是 就是花在家裡面的 你就寄錢回家 那是一定要的 那是一定要的 對 因為那個時候 特別是像我們這個時期 就是家人只要過得好 我就好 就不會先想到自己 就會先想到家人這樣 我看過的很多老闆娘也好 其實他們的夢想 都是不是為了自己 都是為了自己的家人 所以九點夜的一個 你要孝順的話 對 對 在聖經裡面講說 好 就耶穌說如果你有罪的 你沒有罪的 你可以打 但是大家都不敢拿石頭 因為大家都是 本身本來我們就是有一些 我們曾經也是這樣 我們也是這樣子 一個女孩子 一個晚上 或是一個夜 將近有二三十個男孩子 夢的身體 你會喜歡嗎 當然不喜歡 你以前有曾經埋怨過他們嗎 有 為什麼把你埋掉 其實有耶 有 後來來教會的時候 才會正視到裡面的那個 真正的那個怨恨 他一直一直說對不起 因為他是一個不會表達的 他只是一直說對不起這樣 但是不用他說啦 但是能夠讓我母親說對不起的時候 其實我得到最大的醫治這樣 喝酒醉的時候會特別找爸爸 就是跟他打架這樣 打架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恨的那個舉動吧 就是我記得牧師是扮演我的爸爸 我才發覺原來我還那麼恨我爸爸 歡迎回到台灣啟示錄 我說非常 在台北市林森北路的日式酒店 有很多的老闆娘 自己當年是從陪酒小姐這樣 一路做做到了媽媽桑 而甚至她們的下一代的女兒 在耳濡目染的情況之下 長大之後 就在自己媽媽開的店上班 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夜空的星星 彷彿在對著我微微笑 情深告訴我 一切她都看見了 反正她們來就是唱個詩歌 然後就是跟我聊天 通常都是我聽別人說話比較多 但是她們來是她們聽我說話 所有軟軟和跌倒 將成為主恩典的記號 她們裡面有很多的糾葛 還有就是罪惡感 她們自己知道 今天我到這邊可能是被賣 甚至是因為平均的關係 調整自己出來 但是她們裡面裡面 她們知道 她們也很想知道這是不對的事情 很想走出來 嚴金龍知道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 她需要一個基地 於是她乾脆直接把教會搬進了 林森北路的巷弄裡 這地方已經是很有為的一個酒吧 但是我們就買下來 這為一個家 主要是因為那個時候是SARS 他說這邊有人要買地下室 他說如果說地下室應該是還滿便宜的 但是這個中央區的地方應該滿貴的 但是一進來她都沒有整理 全部都是酒杯什麼東西 可能是那一次可能有發生槍擊案件 但這個玻璃也都是一樣沒有變 那所以這個玻璃也沒有變 一進來這個就是一個跳舞的 跳舞的這個板子 那所以我們只有這個我們把它裝起來 所以這個也是包廂的 那這個裡面也是包廂 那這個是一個舞廳 有了接觸教會 酒店小姐週末可以來這裡做禮拜 她們孩子平日下課之後 也可以到這裡來寫功課 美嘉還有她的女兒就是我們第一個 找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家庭 她的媽媽呢 我們現在是母語的老師 以前她的店以前也是喝酒的地方 但是她大概兩三個也改成一個原住民的餐廳了 這個是烏龍族 今天會教你們烏龍族很有名的一首歌 孩子在教會有大兒可以幫忙照顧 導致價值觀念 避免錯誤在下一代的身上 惡性循環 過程有很多客人問我 他們說你怎麼那麼辛苦 你的孩子為什麼不幫你 他們可以過來做 繼承你的事業啊 繼承你的事業在九天上 對 他們說的 但是我有沒有說 Oh no 我不會讓孩子去做這樣的工作 她長得非常美 非常漂亮 她說 因為什麼原因啊 應該是想打工 然後她很自然的告訴我說 師父 我明天開始在媽媽的店幫忙 可不可以 我說 當然不可以 我說 可是她覺得為什麼 因為她要幫忙媽媽 然後我說 但是那種環境都在酒瓶 都在酒 那覺得沒怎樣 她說一直講說沒有怎麼樣 但是如果那些求醉的人摸你的身體 摸你的有些部位那怎麼辦 都覺得沒有關係 她想要做這個工作的目的是 她想要賺自己的錢 還是想要讓媽媽不要那麼辛苦 我覺得兩個都有 她也想幫忙媽媽媽 媽媽覺得辛苦 因為每天都早上回來 第二個是為了自己也是一點點的利用錢這樣子 上一代的悲劇已經無法阻止 但下一代我們還有機會 教會的孩子需要更多的關愛 嚴牧師對每家提出了邀請 如果方便的話 願意到教會來教孩子們說無語 因為那個時候我已經習慣熬夜了 其實那個時候真的是非常痛苦 然後我又不知道 然後我又不能跟誰說我 我很苦 其實那個時候我真的很痛苦 因為我熬夜已經很多年了 然後娘一下子 在 因為我要教母語 我一定要有一個時間準備 其實我很多時候是宿醉的 然後這是因為我已經答應牧師說 我要做這個 教母語的那個試工 其實我今天我真的已經 已經很醉了 宿醉很不舒服 但是我還是依然的就是去教那些孩子 因為很奇妙 我看到那些孩子的時候 我整個那個疲累 疲累都沒有了 大家好 我是布農族的母語老師美嘉 然後我的原住民名字叫Savi 我們布農族有一個習慣 我們唱歌是不做下的 Yeah 起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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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我為什麼 我突然就是會有一個想法 是說我為什麼 我的負擔為什麼要一直在孩子 孩子身上 我的孩子已經很大了 我的負擔應該不是在孩子了 我的負擔應該不是在其他的孩子 所以我才 我才想說我一定要離開這個圈子 起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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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去不一樣的地方了 覺得我的生命不一樣了 所以他們覺得可以嘗試 所以他們也跟著我來到教會了 所以他們現在也就是 已經也脫離酒店的行業 你可以去影響更多的人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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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從當年四百多家 現在算一算只剩下七十多家了 不過顏金龍同時間他也注意到了 現在酒店專門新人的手法 還有話術真是高明 尤其是想要在居家打動的年輕女孩 要特別擔心 歡迎回到台灣起訴 我說沒想 轉眼先 顏金龍他在林森北路走了快三十年了 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來聽聽他說 這些年來的變化 日本的廠商很多都是大陸外移 或是東南亞的興起 會影響到我們的經濟 還有日本 所以以前過去這邊很多都是日本客人 但是現在日本客人就比較少 他這個酒店 Snapu 日本話叫Snapu 他說這個酒店裡面 也有很多的好玩的事 也有很多的可愛的妹妹們 所以我們歡迎你進到我們的店裡面 我們有很好的小姐 三個小時就一千二萬 對 你看他現在沒有小姐的關係 這十星四千 彈性任性三大 對 三姐已經還完成了 他現在是為了抓住小姐 旅錢沒有那麼貴 為了吸引年輕女孩加入 業者甚至還強調提供日語教學 不但可以賺錢 還可以免費培養一季之長 甚至還聘請彈簿公司 培養一季 美化酒店的工作 其實是一個追夢圓夢的跳板 曾經 我以為我是一個不配擁有夢想的人 但到了這裡 我卻發現 今天的我給了自己一個機會 讓全新的人生來到我面前 因為我們一直都知道 那裡只是我的起點 絕快快是終點 哇 現在 現在這個要招募新人的那個 所法越來越高竿 那是夢想 但是實際上 你只要投身到酒店裡面的話 那個黑暗的面 他們往往 他們知道這是騙人的 淳翔是過來人 背貧的代價 可能是他的原生 就在33歲那一年 走到的終點 我的生命剩一口氣的時候 那時候就很像要走 因為那時候我的身體狀況 真的是不行了 然後被帶到急診室 連醫生都不看我了 都不幫我檢查了 因為我是那邊的常客嘛 然後結果好不容易有一個 那個醫生就停下來 施行醫生 然後也是認識了 這是急診室的這樣 就這樣看我一下說 他搖頭 小姐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喝酒了 就走了這樣子 那時候的心情就說 只要我有一口氣 我要回去死了 就是要回家燈死這樣子 後來就是遇見耶穌 就真的火回來了 就是牧師來的時候 我看到的不是牧師的本相 是看到就是很亮的光 我以為那是什麼 因為還不懂嘛 然後我就說奇怪怎麼會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後來牧師就為我禱告的時候 很奇妙的 這應該叫做神奇奇事吧 我那個裡面就想要活下去 我覺得我非常的高興 為什麼在20幾年到30幾年到這個地方 我跑了這個地方 我覺得好多好多的人很大的改變 我所服務的這個412甲的酒店 本來是412甲 現在變成70多甲 少這麼多 對 那這些很多的少很多的我過去的 我過去的服務的這些姐妹們 現在80%都到我的腳會 來幫助別人 那像這個姐妹 我也是花了好幾年 難得有這個酒店 現在變成餐廳的 今天5月 台北市萬華逃發處的腳頭大哥 被收押之後呢 他的同居女朋友 在小弟的作用之下 突免接收了地盤 為了求生存 他們必須比大哥更凶更狠 才能夠震得住場面 而在台灣治安史上面呢 事實上出現了很多很有名的大哥的女人 其中來自這個東聯邦的幫主 蔣美燕 她是全台灣第一個被提爆的女流氓 她以經營補償起家 作風非常強悍 一點都不輸給男人 還有這位大姐頭王嵐 最近呢她轉往演員圈發展 而當年她組織了一支捕鳳隊 曾經為了追討一筆300萬的債務呢 王嵐一聲令下 她出動了20多位的辣妹 而這些大姐頭 我們今天要到訊息 她如何在男人帶頭的黑社會裡頭立足呢 我們來看資深記者 邱麗英 鄭文德的報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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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是幾個首腦人物啊 他們這個已經被這個電子收押之後呢 可是呢整個組織繼續在運作 那麼我們發現呢 是由他們這個幾個啊 他們這個以前這個一起在一起的 這個一些大嫂啊 繼續在後面的組繪 可能當大姐的人啊 都是所謂的大哥的女人 大哥可能死掉了 大概坐牢了 他還剛好接受大哥的事業 然後小弟呢 因為為了生存 就自然跟著大姐頭 大哥入獄敦苦搖 大嫂團代賦出征 討債恐嚇沒有空窗期 大姐娜的手段 比大哥娜更凶更慘 一般都是大哥女人這樣 在八年年代的時候 大哥被抓了 掃進去了 然後跟他一起的女人 就變成大姐頭被拱起來了 那很多事情都大姐頭在喬 變成所謂的理由嘛 大哥女人出頭天 逃拔處並非第一起 早在三十幾年前 竹聯邦大姐大 蔣美燕 在大哥余衣下闖出了一片天 她的名號太響亮了 結果引起了警方注意 2000年被台北市警方提爆製品 她是台灣第一個被提爆的女流氓 她當初為什麼會被提爆 其實她也是很坎坷的身世 她的成長過程也是很坎坷 而且她也是被男人欺負欺騙 所以造成了就是說 她不想去這樣子被欺負 她做了一個反擊 他們從來就沒有把女人當人看 我不得不冒著生命的危險 跟他們拼一拼 各位是否已經考慮清楚 願意做一輩之力 大概七十幾年的時候 所謂第一個被提爆女流氓 自貧狀況的蔣美燕 蔣美燕是隸屬於竹聯邦 蔣美燕當時出來混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也是剛出來跑新聞 蔣美燕當時是經營什麼 經營賭場起家 我靠這個女孩子經營賭場 她的那個氣勢比一般的男的 還要有gas 甚至於她找的這些來 腳頭來賭博 來劇賭 沒有人不敢來 一聽到蔣美燕的名號 大家都乖乖地來 在中山區一帶 蔣美燕的名號相當之明 她夠狠 她在上海都夠狠 但是她有個優點 照著很亮 我們講照著眼睛很銳利 趕著還不碰 蔣美燕最早最有名的一件案子 她是在中山區 那麼因為發生債務救出 跟人家對打 她帶了十幾名小弟 把人家的店給砸掉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一戰成名 在台灣健安史上 一共提報過六個女兒盲 除了蔣美燕之外 包括天道蒙尊將會會長女友 王岳玲以及竹聯邦王嵐 還有天道蒙黃孟奇等 大姐也是一樣 她夠不夠嗆 她能面對討債的東西 她能不能拿出霹靂手段 或者是她經營的東西 人家來砸電的時候 她能不能處理 這是大姐一樣 如果沒有這樣的個尬死 大姐當然就不可能成為大姐 你像現在這個社會 你要再來說在兄弟圈 你要以一個女孩子 你要能夠混出一個名號 我覺得太辛苦了 而且不值得 為什麼 第一個 你要有受傷的準備 要有掛掉的準備 要有被關的準備 身材瘦小戴著一副眼鏡 她是東聯邦的創辦人蔣美燕 東聯邦是台灣最大的校園幫派 原本叫做蔣家幫 後來因為依附竹聯邦 加上活動的範圍幾乎都在台北市的東區 所以後來就改名叫做東聯邦 成員主要是以吸收各界的精英子女 當作目標 蔣美燕她因為在找其他老公 發生她那個意外以後 她就服刑出來以後 她因為過去耳濡目染 也跟所謂黑道兄弟走得很近 所以說她在這一方面 也比較了解藍人 也比較了解蔣美燕區跟黑幫來往 所以蔣美燕最風光的時候 在某一區可以同時開八座麻將 她也有所謂的經營一些卡拉OK店 餐廳 但是也有發生一些糾紛 甚至於更加鬥毆的事件 也就因此在民國大概七十六七年的時候 被警方正式提爆自憑 變成頭號台灣第一個被提爆流氓的女流氓 上頭版不容易 那時候上黑社會上頭版的 我記得加冕也是上過頭版的 那她也是屬於大哥的女人 崛起的 第二個被提爆的女流氓 當屬天道蒙尊將會的會長 女友王月嶺 她的強悍作風不在男友大哥之下 她在台北市中山區的六條通 經營多家酒店 率領旗下弟兄開設賭場 被刑事局提爆為第二個女流氓 當年她四十四歲 奔承拜你們 蜘蛛盟裡面的蜘蛛會裡面 另外一個蜘蛛盟 蜘蛛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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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以前本來是 那個舞廳的一個大盤 帶著小姐 那麼跳跳舞 喝喝下午茶 但是蜘蛛盟 在蜘蛛盟裡面算是有一個大多 尤其在大同區 中山區 舞伯他們那一代蜘蛛盟 蜘蛛盟 它屬於天道盟的一個分支 那麼開始成立起來的時候 他是跟在他的旁邊 你的流氓 他依靠的什麼地方 就是特種行業 那特種行業現在呢 以前 以前早期的人很討厭毒 現在他們一直用毒 來管控這些 從北部到南部 整條台灣裡面 幾乎都是以毒來控制這些下陷 這些特種行業的 所以只要警察到那個特種行業 我認為什麼都不用管 每個人家那個燃料 差不多 都就這樣 大哥隨時帶著大嫂 到處去喝酒 然後有兄弟來 但是我們之後 因為涉及到其他的 所謂的股票炒股案 被人家給移送法辦 路見之後 美股要怎樣 胡比亞那時候 胡比亞那時候 就是撐住一片天 他後來到乾脆 就自己把夏威夷大舞廳 給撕下來 自己去經營 有一個店 帶頭大姐 然後開始去經營舞廳 然後開始這個也經營所謂的 討債的東西 那問題是 胡比亞這個人很嚇壞 很釋海 那麼很多士銀朋友 有什麼難 有什麼問題來找他 他都很怕殺你 幫人家姐姐 甚至於大哥不在的時候 小弟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胡比亞一樣可以幫他 一手把他扛下來 幫他處理很多事情 這就是胡比亞後來也被 對 好像也被人家要取暴流的原因 因為在那個年代裡面 尤其在我們講 中山西那種牛舌雜儲的地方 他能夠處理起自己的名號的 老實說也是不簡單的 2003年王嵐崛起 一支虎鳳隊打響了王嵐名號 黑幫勢力侵入校園 糾重暴力討債 在一次治平掃黑行動當中 警方逮捕了竹聯大姐大王嵐 這一支轟動黑白兩道 名造一石的虎鳳隊就此瓦解 兄弟那種工技場合 大家都是比人多白場面 所以那時候就 那時候我前夫任子 他有個乾女兒 結果我們就是跟他講說 有沒有人 結果大家那時候就開始去找人 而且很絕 那時候找了一大堆的女孩子 非常多 結果那時候我就心裡 那時候就一個想法 那乾脆我們自己女孩子 就是走一個隊伍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跟那時候任子 常常在吵架 所以那時候我也就開門 然後想說 好啊 你虎鳳 虎鳳了不起 那沒關係 我就成了一個虎鳳堂 專門跟你虎鳳對幹 對那時候虎鳳是這樣子來的 虎鳳那時候名號一打響 所以很多小女生 當她被欺負的時候 那她去反擊 那她就去報 報的名號就是報虎鳳 其實你說她是真正虎鳳的嗎 並不是 對那你說她是誰 我還真的不知道她是誰 我連看都沒有看過 最後一眼變成很多很多女孩子 她們會自己 就說扛的是虎鳳的招牌 可不要以為她真的是小女生 她凶起來可凶著 她曾經帶了幾個小鬼小朋友 去討債 為了討債三百萬 對 那麼甚至於炸人家的店 但她也因為討債 也因為去做人家所謂的炸店 而被新店分局 被告人 2004年 綽號松鼠的天道萌黃孟齊 儘管當時年紀很輕 只有25歲 但卻已經是天道萌天靈會的女會長 她的作風很辣 曾經帶著多位小弟 涉及恐嚇搶伏案件 後來遭到警方瓦解 事隔一年之後又另洗爐灶 帶頭的還是松鼠黃孟齊 只有一百五十公分 四六季 可是救小後 一下率領的一百多位兄弟 什麼地方都敢坐 然後炸賭場也 開賭場 炸人家藏賭 一點都不退圈 真的女孩子 你要在兄弟圈 你要有一個名號出來 其實真的要付出很多 第一個 你要夠狠 你要敢跟人家去探賭 你要敢跟人家輸贏 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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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了 快到了 不要跑 快走 大姐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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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她 探 看她 揭 揭 有一些大哥的女人 因為大哥被關了 或大哥身亡之亡 那么在小弟的从容之下 仿而成为大姐的情况比较多 2008年警方在高雄逮捕到行径恶劣 被提报为流氓的大姐头张明霞 他的绰号公黑啊 他开了一家暴力淘汰公司 收了很多的小弟 他们除了帮大姐大暴力淘汰之外 有人甚至沦为大姐头谢玉的对象 其实他本身也是大哥的 但他跟着他 跟他之后大哥一样也是被送管去 那这个当时讲我们要怎么办 只好你带小弟 那这一带小弟好玩的地方是 他竟然把这小弟压到面前来 他觉得这个小弟长得很帅 竟然叫他当上面说 来 你这个智慧给我看 这小弟啥眼 怎么大姐大嫂会叫我在面前智慧给他看 你就智慧给我看就好 然后他不听还把他干脆就自己动手 行径那么在引起很多小弟的不满 小弟那时候甚至要反抗他 但是这小弟这个我们讲龙黑暗留了他的一套 他后来又吸收了一些的 开始进行所谓的炒菜的行径 甚至于砸店 那最后还是因为这样被人家提到的忙 一送到路线 但是路线他还有够出跑 他竟然打破玻璃割碗自尽 当然也还是被救毁了 踏上的江湖不归路 这几个女流氓都有一个共通点 他们都是大哥身边的女人 你认识的兄弟越多 然后但当就说人家还尊敬你 叫你一声姐 那你就会认为说 我好像心里没有这种使命 然后我就要带着这些小朋友 去做一番事业 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 大哥的女人占多数 然后变成他经营这些特种行业 那包括那个摸摸茶啦 要控制小姐 男生管女生不大会管 女生管女生就很好管啊 我就变成大姐头吧 他还是依附在男人的背后 他原来也是建筑的子弟 那么后来就跟着一位主席 帮忙大哥跟在那边 当做他的女人 那么渐渐的大哥 因为其他的案件 被这个 也就是提报流氓之后 剩下大姐怎么办 大嫂 我们讲一般称为大哥的女人 我们称她大嫂 大嫂独称举免怎么办呢 大哥不在 至少小弟那么多 怎么办呢 至少开始 就自己要开始要谋生 经营赌场 经营一些其他的所谓的 各种行业 卡拉OK好 或者是什么放盘讨债 大哥不在 大嫂就要养这些小弟 所以后来大嫂就变成 自己创作一个局面 就成为大姐 这大姐的话 她具备什么条件 因为她老公 或者她那个 她的男人 处理相互 是她都有经验的 看到耳濡目染 所以她可以 就等于说 对外她可以把那个财力 控制了 收入没问题 对内呢 她也可以把那个利益 分配得很均匀 一般来讲 都是会有一个背景 不是说老公是大哥 要不然就是 他家里面有人是大哥 那你才会去 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兄弟 一般来讲 很少就是说 你完全你没有一个背景 你就可以混出一个名堂了 很少 大哥入狱服兴 大嫂接下重担 女人想要闯出一片天 在兄弟面前怎么服众 这作风当然要比大哥 更凶更狠 有些大姐头飘悍全都 连蹲苦遥的大哥们 都自探俘虏 像女孩子 真的你要做大姐的话 你那个心脏一定要很强 真的啊 你看我那时候 我每天 我最怕什么 最怕半夜三更接到电话 因为为什么 半夜三更接到电话 第一 就是弟弟出事 出什么事 不是他把人家砍了 就是人家把他砍 要不然就是 被抓到调子管去 所以你真的那个 心脏要非常非常强 你每天你随时要准备 有任何状况会发生 听说他们的手法 蛮残忍的 比男生还残忍 然后用毒养毒的 老伯 交给你一秒 我不想在波兰街在看 大姐不要 你来 大姐 大姐 是你 大姐 你怎么好看的 走了 江湖毕竟是一条不归路 有些刚刚加入帮派的小女生 一开始都是跟着小弟混 混了一段时间之后 改投大哥的怀抱 摇身一变成为大哥的女人 有野心的 在于一见风之后 自立门户当起了大姐 不过就算混得再大尾 不归路的结局 终究是悲剧一场 当你活到像我这种年龄的时候 其实我们回头一想 想想年轻的时候 所做过的一些事情 其实你会后悔 我常常有时候有在想 如果说我能够回到年轻 我绝对不要走这条路 说到感情似乎永远是女人的罩门 即使是大姐头 也难过这一关 前虎丰队的队长王岚 他有过武断的婚姻关系 结局都是离婚收场 王岚说 他何尝不想当一个小女人 他也渴望有一个可以倚靠的肩膀 但是偏偏碰到的男人 不是对他拳打脚踢 就是乱搞劈腿 而最后都是悲剧 也有一个大哥的女人 在老公入狱之后 她出面接手了事业 这个大哥留下不少的财产 照理说 大嫂的日子应该很好过 但后来因为底下有小弟不服气 这个大嫂后来就跟 其中的一个小弟在一块 结果她被爱情冲昏了头 最后落得人才两失 为了生存 这个大嫂只好沦落特种行业 成为风尘女子 我们继续来看黑道大姐头 她们的爱情故事 资恩记者朱立英 顿文德的报道 其实女人碰到男人的时候 你就是 死期 真的 没责 完蛋了 你再强悍 你在外面再强悍 你是再大尾的那种打击头 我觉得当你碰到 你爱的男人的时候 真的 你鬼州还排寥寥啊 真的啊 你会不会娶我啊 嗯 我不管 你一定要娶我 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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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了 你一定要娶我 升级 娶你 上来 女流氓呢 她们什么都很强 分到一个情字 那就是 压压屋的 一头扎进去 就傻了 在电影《红星十三妹》里头 初期爱上了一个警察 后来这个警察 移情别恋 初期为了报复 他也加入了黑社会 最后 他在这个警察的婚礼上 把对方给杀了 也赔上自己的性命 现实生活里 全兄斗横的大姐头 当他们碰上爱情 也有不知所措的时候 她也想当一个小女人 也没错啊 可是社会上 跟现实生活 是不一样的 她想回归到一个小女人 外面是李强人 可是回到家 想当一个小女人 做不到 那个习惯性 到最后还是 不过还是栽在这个情字上 像我们之前那时候 跟我那个前夫任主在一起 常常跑路啊 你在跑路的时候 真的是 三餐有时候搞不好 连一餐都没用 真的那个日子 不是人过的日子 我以为爱情很简单 不过是我爱你 你爱我 原来这中间 还包含着欺骗 仇恨 有些女孩子 当他们碰上大哥 成为了阿嫂 原本以为 找到的真爱可以从良 但没想到 终究只是一场梦 被抛弃的 正好重回老本行 继续当酒店小姐 有些甚至因为 跟着大哥吸毒 最后沦落成了毒贩 很多大哥贩毒的 那些女人就可怜了 她财源却不靠贩卖毒品 摇头丸什么那一类的 她这一方面一弄的话 她就变成毒贩了 这个是比较惨的 很多女孩就因为 难得吸毒 然后贩毒 她跟着这样走进来 这一方面是蛮惨的 南部有几个大哥 他们娶了这个外面的大嫂 当然不是真正的大嫂 是酒店的小姐 那但是小弟碰到她 都会叫大嫂 那她可能是二嫂或三嫂 二奶或三奶 但大哥被提报 或大哥身亡的时候 他们就回国到本业 当酒店的小姐 这些大姐头 各个凶狠强势 尽管座上的大卫 好领群众 但在爱情世界里 他们终究还是个 需要疼爱的女人 她其实早期 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 嫁错人了 嫁到龙武部一个大哥 现在讲大哥 那个时候也是年轻小伙子 嫁错人 那个人他本身就等于说 有暴力起降 所以他算是最 台湾早期杀夫的女人 我觉得我的婚姻 让我很受伤 一般来讲 大家认为说 我是很能干的 我是很强势的 其实 我也是个女人 我也需要一个肩膀 真的啊 我需要一个就是说 真的能够就是说 珍惜我 爱护我的 而不是那种 伤害我 利用我的 我爱 好尴尬 爱情真的是女人的罩门吗 曾经有个话剧也跟当的大姐头 在老公过世之后 接手地盘 结果大姐当家 小弟不服 大姐头以为再找一个男人 当靠山 就可以让小弟们心服口服 没想到最后 是把自己搞得伤痕累累 大姐认为 我是可以助导一切 所以当她成为大姐的时候 她的感情 会跟大哥一样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 不足为怪 一个女人真的 你要带弟弟 真的很难带 不是那么简单的 人家有些 她不会去扶你的 就会带不动 带不动之后 她就是跟着那个 有一个小弟在一起 在一起就会 那个小弟就把她的钱 都给骗走了 大姐头想要报仇 但谁会帮她呢 人不在 情不在 大姐头也只能够 默默咽下这一口气 我说 看我这边 有什么事情 可以帮你的 她跟我讲 她说不要了 她说 她也活不久了 我说你干嘛这样子讲 我说人就是要有希望 为了希望能活 结果她跟我讲 她就是坐机 结果她弄了一身的病 那个心病 该说是宿命还是悲哀呢 曾经很风光的大姐头 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人生 竟然会是如此的结局 台中市检警日前大举的出动 前往一家 燕民远播的酒店 展开扫房行动 这是警方公开的修正画面 你看到这家酒店呢 是采取军事化的管理 有50个酒店的小姐 挤在这30瓶大小的阁楼里头 一个人算一算 封不到一瓶的空间 而洗澡呢 就在这个大澡堂里头 一点隐私都没有 酒店还制定非常严苛的罚则 动不动呢 就会被扣钱 不听的话的人 下场就是被打得遍体凝伤 有人陪酒陪了10个月 结果呢 还欠酒店200万 有个被害人 小美她受不了灵虐了 她写了信给市长吴志强 求求市长救救他 就才揭露了色情业者 相当恶劣的行径 今天我们的仔细镜头 要带你看到 这一个社会的乱象 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孩 因为受不了 剥皮酒店的非人性对待 于是呢 转到了传播公司 机动接客 她们没有固定的上班地点 也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 降低了遭到警方 长期的风险 我们来看资认记者李金线 陈腰宏的报道 阿伯 想你普通的生意如何 生意如何 生意如何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要几个了 要几个了 现在有台学生 都百保六 暑假期间 都担公里 两个 不用夾到两个了 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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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随时传播 好 谢谢 你那战略 大战 一点点 颓废的脸孔 经过的嘴唇 寒陈一千个谎言 风一吹 看见你手啊 手长的脚啊 高高的高跟鞋 踩着颠簸的脚步 滑灯初上 马夫手上电话已经响得不停了 硬桃也赚的都是暴力 赚的都是别人家女儿的皮肉钱 他旗下的传播妹 很多都是拐来的 骗来的 骗来的 然后 当时就叫一些 比较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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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看一些 辣妹 摔摔摔摔摔 对啊 然后就这样 不过这个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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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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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公司也是多少去问一些方便 或是说 姐妹伴有在那里做 做得不错的 我们就会去 说不然做会 做会有伴 做会做这样 马夫们专车接送传播妹 前往巡方客指定的地点 这些传播妹 不论是身材面貌 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年轻辣妹 什么条件 民良 体系 一些授情 人家的复合 应该都有所谓 应该都会通过 对啊 因为这骗来的 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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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轻女孩 刚刚加入所谓的公司 必须接受一连串的训练 才能够正式上线接客 还是要的 那怎么回事 我就看 对人家 人家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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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人家坐在那儿 坐在旁边 对人不理不理 人家的日子 日子在日子 在寻方客的眼中 传播妹也分等级的 面貌搅好加上有高学历 是寻方客口中的A级货 出厂价格最高 有啦 反正说 他的手机说 大学生大学生 国小学生 跟大学生的这儿 这军那儿 这学历就有差了 大家听到 哇这大学生 这 神奈 是这个 还有公贼 这个啦 这个啦 人家的人家的心动了 那你如果想到 国小的这个 这人就说 妈妈这 他的学历就国小而已 这是什么 排在A级啦 A咖啦 然后他就这样 做这个 做B队这样的 根据了解 传播妹外送到寻方客的 指定地点 陪唱歌 陪喝酒 一个小时 所价500到1000块钱 不等 而这些钞票 不会通通进了女孩的口袋 公司是要拆账的 客人啊 然后你对他 多讲了几句或酒罪啦 对他身上 我就支出啊 对我的常客啊 然后你 你这样 你这样跟他这样子 也揉一下干嘛 好像是要靠近我的客人 我就会生气啦 就不高兴啊 会出手也 好 二八分啦 对啊 我通常都是跟人家收一千啦 可能就是公司会抽两把 一点点是一千块的费用 一千块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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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就是跟公司 船船公司来对分 有了八二 有了六四 有这样的费用 那一般来讲 船船妹很嗨 很会玩 都是一些年轻的美女 那么他们甚至有暑假的时候 有一些中国商人就加入这个行业 尤其现在中 南部 北部 船船妹到处的流窜 船船公司 好像一切之间如春雨般到处窜身 一天结束 船船妹会将每日所得 乖乖的按照拆账比例 上缴船船公司 女孩们绝对不敢宜多报赏 因为很多船船公司背后 都是兄弟在撑腰 这是一定会的 今天要在这种环境站起 有时候你如果说 没有这个北京的人 赶紧出来开这个 对啊 当然我们做船船的 如果说 公司的网站 我们在这间公司 也比较有保障 这是很重要 也很严肃的问题 事项性的 我们讲 当整个酒店的文化 走到所有传播 没有这样的一种 开始供应球的时候 比如这个市场 影座当的时候 传播这样的一个市场 就变成很多邦派分子 争夺的人 不过那是一个公司 它传播公司 就像养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供应给 除了酒店之外的一些 一些一种 声色场所 所以当这个市场 一旦做大的时候 就会变成势力的一个冲突 利益冲突 所以就变成黑道就会介入 马夫开着车 带着旗下传播妹 才抵达汽车旅馆门口 跟肩埋伏的援近 立刻现身 当场百元 你看 你看那些有出口吗 可以先扣开 你这些东西 够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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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传有些传播公司 为了有效控制传播妹 除了马夫监控上下班的 一举一动之外 还会提供毒品叙食 抽 餐有其他命的香烟 有的在喝酒 那三五成品在 散落在不同的角落 眼神有一定恍惚 这都够够的 对啊 用一些方法来说 Q好 Q现重的气氛 对啦 我们也会拉K 然后就是 希望说现场可以嗨一点 对啊 对啊 不然你有当时 现重的一分头 在百点镜里面说 要嗨到什么程度的位 你如果说不够 效果的位 也是有可能 会让人家打钱 赵壮派的年轻小 年轻的帮派分子 会成立所谓传播公司 控制这些传播妹 用毒品去控制 其实它的利益是很大的 因为不仅仅只有 我们讲 重播面 一个终点到一千到一千二百 公司你抽两百 甚至也还给你抽个四百 红镇的不多 但是 背后隐藏什么 毒品 拉K的问题 这些东西才是真正 危害社会 也真正是利益所在 也就造成 黑道可能活兵 甚至于危害社会治安的一个主要因素 不要炸好吗 不要炸 我没炸 五百 三点 你倒了 你倒了 大了 来 看一下 五点不是三点 五点不是三点 喝酒 五点不是三点 喝酒 有了毒品出现之后 在包厢里头 不止是喝酒唱歌了 他们是玩纸骰子 然后纸骰子以后 输的话 传播妹就输一次 就偷一件衣服 那等衣服全部脱光了以后 那脱光了以后 再来就为客人做半套的性交易服务 那是 有了 这也是 女情裸彦 这也是 女情裸彦 女情裸彦 就会有 跟您说 男朋友要疼 男朋友不疼 男朋友不疼 要跟女朋友疼 男朋友就会疼 他又会疼 他会疼 他会疼 他可能疼 那是 雙方便 人家 小匆 他会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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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会欢喜 他才会这样做 常常说 就人家减你出离 人家减你出离 结果 你就可以 好 这个现状的气氛 大家他们的需要 还做一些紙面 那些判 他们两天做生理有主要的时候 还是说 哦 他们就 最常事不聊 或是说 最买海贼 也好 就是 给我们介绍生理 对啦 我也是都 为了贪金 也希望 他们给我们 介绍一些客户 或是说 朋友 来台湾 欧援 对啦 对啦 传播妹 卖笑不卖声 但是追翁之翼 怎么可能绝在酒呢 酒过三巡之后 不老实的男人伸做狼爪 毛手毛脚的 这种客人是 传播妹口中的奥客 每天都要喝酒 陪客人这样玩 对啊 那客人有没有觉得 会让你们觉得很受不了 有些的 像喝酒醉的客人 会就是受不了 这是应该 所以 如果要走这道的 我应该 就是 都会无敌 就像说 我们爱烦热 可能拖拖拖拖 不需要辣子 可能就在 借酒中风 母书的 可能我们自己也要打 人也走不去 对啊 阿哥 爬来 手来一定会 多少 你说 你说 手腕跟外头 也是一定会有点 对啊 这就看 是怎么去 把他们 那个 把他们 把他们烦烈 这样 对啊 好客人都有 不用付了 这 拖拖拖拖就对 我们也有 这拗拖拖 我们也是可以 董事长 都不需要 不然是 怎样的经验 我才会这样 你如果想说 这些 就 比较贵 比较贵 要购买人 这店里 才是 要购买人 不可以说 这店 这些店 这些店 都要怎么购买 我也是要购买 要购买这些店 这 也不是 不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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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奥駕纠缠 这时候等在外头的马夫们 就会出面处理 所以说 这些人 这些人 跟人家 发生争取 就对了 不然他最重的 最重的 这些人 都好说 你如果他最重的 这些人 这样就处理了 怎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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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了 人家怎么拍一拍 不是说 今天 人家一台 人家一台 一开始就算过了 我也有一些传播妹 跟巡方客 在酒汉耳润之器 两情相悦 唱完歌之后 就会继续到汽车旅馆去耍拖 5号 10号 20号 都是双方季 会忙到什么样子 就 小姐就是丢在一家店 就不消了 那为了生活 也是多少要做 对啊 不然现在 经济这么差 那你如果没有多少 看过温柔化的位 也是有时候 整个月 站起来 也是不够 堂好开销 这样 那就多少 吃了这样 收起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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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波妹这个名词 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呢 有多少无知的女学生 在威胁利游情况之下 遭到色情业者的控制 无法自拔 继续来看 资源记者 李清线 陈瑶宏的报道 就像现在师傅店 就是 整个小小小小小的 不回穿的 整个小小小小小 都坐在你的旁边 不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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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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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 台北市大规模扫荡 设计行业 许多酒店被迫歇业 小姐们为了生计 只好转站 临近的县市 并且无照 民国八十六年八十七年的时候 大概那个时候 台北市扫荡设计行业 所以一带家人 一带公主 商务 酒店里面的 有女陪侍的 通通被阿平时代市长给操了 所以这些特种行业的小姐 就 逃窜到贵田 和贵哥打扮官来 小姐 穷则变变则通 非法酒店业者 转到了其他地区继续的开业 为了躲避警方的茶器 干脆挂起了羊头卖狗肉 酒店不叫酒店 改名叫做传播公司 小姐们上班的地点 也游走在各大KTV的包厢里 传播跟酒店就是比较 传播是比较轻松吧 怎么说轻松 上班没有限制时间 上班没有限制时间 对 然后随时都可以休息 然后酒店还有那种 结束的压力 用传播公司找来的女孩子 陪着你喝酒唱歌饮酒作乐 总是要有个公司的名字 所以呢 本来一家就是陪酒妹 那后来因为传播公司 当作一个 可能就是介绍经纪人 所以我们一般称为 透过这样的公司找人来 陪你喝酒 不是在酒店找人 从外面的一个公司 找来的小姐 陪你喝酒唱歌饮酒作乐 我们曾之为传播美 感觉起来的焦点 是说譬如说 很高级的 听起来很高级的 就这样而已 没有 这儿到農小鱼的也是没什么 开始 好 酒店夜的转型传播公司 化准为零 传播美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 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 增加警方取缔色情的难度 马夫们肆无忌惮 他们目标锁定在未成年少女 当成拉生衣的精致招牌 就是 他有写的这样吗 我要打击 我 我附牌我也回去读书 他回去读书以后再讲 他这些东西就要重牌了 所以就要重牌 那你以为是什么要重牌 就 他这边 没办法用力啊 现在上班的 是的 这个程序多好多瓜 多好多 在中师 多久了一个大学生 有些工作 後面為了生活 為了家庭 為了要添老婆 老婆 來享受政府 這也是有人 部分也是在學學生活 去剪裁 類似剪裁性的事 然後你用放什麼時間 說禮拜五晚三 禮拜六 禮拜天再回去學校 好 這樣好 別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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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在暑假末期之下 有的開始要繳協費 是不是有的傳播們 為了想要繳協費 或者怎麼樣之類 那開始謊騙這樣的一個 領檢的一個動作的話 是要注意 要小心 因為你如果騙過一個警方 但是當第二個警察進行領檢 發現你是偽造的或者是謊報 可能會吃不完都在說 一兩三 還沒找到還會有CG 店家就會每一間公司 我們傳播公司這樣每一間打 他們有收到他們有的 有消息就會來排 雷魚放出來 雷魚放哪裡 放桌上 傳播們的工作時間彈性 又可以當天領到錢 這錯誤的金錢觀念 又過了不曉得女學生下海堅持 傳播可以到處亂跑 我要吃什麼就吃什麼 還可以獻禮 就給他們借錢 當然是小姐缺錢 都會出來過 在人的時候 說很熱 別人唱 別人掏就好 沒有人說一句 只是部分對見 今天賺錢 賺這款錢 就像是新安利益 他也會 愧得什麼 他也是用他的老口 賺錢 賺錢 是嗎 有 在這一點點 褪飛的臉孔 輕薄的嘴唇 含著以前的謊言 風一吹 看見你手啊 手長的腳啊 卡 高高的高跟鞋 穿著電波的腳步 總觀看超過5040 頻道訂閱人數 出貨了100萬 感謝您最一路上的支持 我們會更加努力